市長,大家好,公聽會現在開始 本次公聽會題目為公共衛生司法 我先說明本次公...我做的講好了 本次公聽會的背景,我想公共衛生司法大家都很關心 也希望任何一個立法院的法案,不管是立法修法,都希望讓他更周潛 能夠在現有的基礎之下,能夠更加的來發揮團隊的戰力 共同為人民的健康,來一起努力 所以今天大家也不用客氣,把你的想法有來的 或者是我們也非常希望委員來這邊做一些看法 我們又負責了主管機關的長官 成績也...在疫情的期間來的成績也相當的高 所以大概都很關心 反正在座的大家都是一家人 所以看怎麼樣把這樣的法...大家來研議 把有些擔心的或者...如果這些擔心的沒有處理 大概在立法院的習慣可能就會比較delay 所以一定大家要很誠懇的把相關的爭議啦 或者是...我個人覺得不是只有爭議的解決 而是怎麼創造更大的戰力 才是我們立法院在立法修法在寫歷史 很重要的工作 那各位是幫忙一起來寫歷史 把這件事情處理得更好 好...那...那個...這樣我們就這樣... 我們利用這個寶貴的時間 做一個平台 我們希望今天大家沒關係就... 重點講一講 然後我們都會留下記錄 大家回去再激盪一下思考一下 主管機關也會給我們很多的指導 那委員方面他們也多了解一些各專業的角度 我們的一個看法是怎麼樣 讓他們更周全 我們共同為人民的健康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本次公聽會討論的提綱是 醫公共衛生司法草案條文的討論 各位都應該都有去看到條文 都可以來看看裡面內容 大家有什麼看法 那麼第二個 因為醫學院各個科系也都有相關的課程 這是比較一直我覺得要提出來討論的 那個...那是否...他們到底將來... 在跟公共衛生師的...這個...專業的證照的關係是怎麼樣 怎麼處理這個部分可能要弄清楚 第三個...就是說公共衛生師看起來實情的業務都是把... 看起來是有社區嘛 戰場是在community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從醫療、護理、職位衛生食品和營養等... 其實...過去長久以來就是... 都是在很多...公共衛生的教育之下... 本來...就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怎麼樣在... 將來...我們立了法以後 也許現在大家都認識很好溝通 十年以後... 我們的子弟兵都誰不認識誰的時候... 就會產生...我們在這邊真的面臨到... 以前可能...立法沒有去想那麼多的情況 十年、二十年後... 我們在... 面對這種衝擊 讓我們花掉很多的時間 那也... 影響了我們社會的戰力 這樣不好 所以...那個... 怎麼樣保留... 原來的... 大家在做的工作 因為我們做的事情 更加的發揮 我想這個部分也請大家... 在不干割相輔相成... 共同努力 然後原來的... 各個科系在教學的內容 他們教學的目標... 不要受到影響 原來在做的事情也真的不要受到影響 就會... 很順利的來... 溝通來... 來進行下去 我想這個部分 今天應該希望大家沒有... 毫無底線 毫無... 只是為人民的健康 為把這件事情做好的立場來處理 這樣子... 我相信... 就會把很多的意見呈現出來 未來再走下一步 會有更好的一個... 今天... 提供給下一步 我們整個立法案要走的程序裡面的... 很重要的一步 那現在呢... 介紹本日參與的單位跟人員 首先來介紹... 在場的本會委員 莊敬成委員 那... 我們... 公聽會... 那個... 學者專家有... 可能... 沒有來... 我還是介紹一下... 有的可能... 慢一點來... 我們的... 國立台灣大學醫院的... 蔡司立醫師... 來吧...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人會的... 法規招委... 吳欣喜... 他的團隊... 也是一直... 研究很久... 公共衛生學會的...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 陳保中理事長... 這裡面可能... 我最早認識他這樣子... 哈哈... 他不會來... 台灣社區醫院協會... 理事... 廖茂宏... 理事... 謝謝... 台灣蔡仔醫協會... 楊勝安秘書... 謝謝... 台灣社區醫院協會... 副主任委員... 台灣流行病醫... 學... 學會... 常務醫師... 邱宏毅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協會員... 詹常陣院長... 好... 他等一下才會來... 欸... 好... 我們的政府代表有... 衛生... 衛福部... 常務次長... 學委員次長... 醫事師... 石聰良... 師長... 教育部... 高等... 教育師... 曾新年... 專委... 考選部... 考選... 規劃師... 江中正... 市長... 劉筆元... 參事... 謝謝... 還有... 法務部的... 林仁秀... 參事... 財務法人... 醫院... 評鑑... 醫療品質... 促進會... 李肅華主任... 專案... 副管理師... 周美... 副管理師... 還有... 另外有... 團隊的代表... 有... 中華民國醫師... 公會前國內... 副秘師長... 周賢... 張醫師... 趙堅... 副秘師... 中華民國... 副事... 公會前國內... 律會... 曾修宜... 秘師長... 租長... 吳翔平... 租長... 台灣社區醫院... 協會... 郭忠何醫院... 執政長... 謝孝佳... 執政長... 周博... 執政... 執政... 謝謝... 中華民國... 公會前國內... 會... 法務專演... 陳寅三... 等一下... 如果再後來... 我們來的... 可能他都會... 做一點報告跟說明... 那... 我們是不是先請... 衛福部薛次長... 做個引言... 謝謝... 好...請... 我們的... 主席... 邱立委... 還有... 莊文委員... 還有... 我們今天出席的... 各位... 還有... 醫療界的代表... 我們的同仁... 那今天... 能夠參加這一次... 那... 衛反委員會所舉辦的這個公聽會... 那我在這邊... 表達一下... 那... 衛福部對於我們公共衛生師立法... 那... 的一個... 基本的一個態度... 那... 這個... 衛福部所提出來... 那...也就是說行政院的版本... 目前是在行政院... 那... 審查當中... 所以... 還來不及送到... 我們的立法院... 所以大概... 我... 底下所講的... 大概就是... 行政院版本的一個精神... 那...因為... 確定了條文要整到... 送到這個立法院來... 那...才能夠... 再... 再確認... 那...不過這一個... 這個版本應該... 齁... 據我們的估計... 齁... 那應該會在這個會期... 送到立法院來... 那... 在行政院的版本裡面... 大概有幾點...齁... 我在這邊... 跟各位做... 做... 檢要的報告... 那...第一點就是... 對於公共衛生師的職業的範圍... 我們採取的態度是... 所謂的專業不專屬... 也就是說... 公共衛生師... 執行他的...齁... 在社區或場域裡面... 齁... 相關的這一些... 齁... 這些工作的時候... 齁... 那... 並不是只有公共衛生師可以做...齁... 齁... тому... 是我們在社區的一些...齁... 醫婦人員齁...齁 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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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浩浩浩浩浩... 齁... 這更好的話,那我們是希望公共衛生師盡量來做這一個 這就是所謂的專業,但是不專屬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的話,公共衛生師的名稱當然要取得公共衛生師的資格 才可以來使用這一個名稱 所以在名稱上面是有專屬權 但是在業務上面並沒有專屬權 大概主要是這一個 至於說工作的內容,其實我們都知道 所謂的公共衛生事實上是涵蓋的範圍非常大 這裡面就會有所區隔 所以我們把它界定是在社區或者在某些特定的場域裡面所從事的 這些公共衛生的行為 才算是公共衛生師的職業範圍 內容是大家可以來討論的 那之所以會這樣講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在 因為有一些公共衛生的理論裡面是把醫療包含在公共衛生的範疇之內 有一些的理論是這個樣子 那就是比較廣義的公共衛生 但是在這個法裡面大家可以來討論 不過以衛福部的立場是認為說 醫療還是屬於醫療 不是公共衛生的 所以 所有的這些 這些醫療,尤其是核心的醫療行為的話 那是不屬於所謂 這個社區或者公共衛生的場域 那醫療的這個部分的話當然包括 疾病的診斷治療等等 這個是 非屬公共衛生室的職業的範圍 這個 還是說可以來做一些 區隔的 那第二個就是 在公共衛生室 執行這些業務當中的話 他需要有 有了這一個 法的保障 他的一個權利 那當然他有 必須要盡的義務 所以在公共衛生室 執行這個 他的工作的時候 應該有一個 誠信跟他保密的 這個義務 這是大概是 這一個 這一個部分 那所謂的誠信業務就是說 你所使用的 公共衛生的一些方法 必須要合乎 這一個 學理上面是共同 共同承認的 一些學理的 的這個方法 不是說自己想到 獨創一個 然後 這個 並不是 並不是 這個 大家所 能夠接受的方法 因為 最後 公共衛生室 要做出來的 他可能是一個 報告 他可能是一個措施 這些的話 都 需要 如果 如果 不是屬於 這個學界大家都能夠認同的方法的話 那必須要接受 peer review 就是同裁的審查 那如果有違反的話 可能會送懲戒 所以會有懲戒的 這一個機制在 那 那這個是大概就是 這一個 行政院版 那所預計 要去推出來的 那裡面所含有的精神 那所以我先跟各位報告到 這裡 那 以下就聽各位的意見 那還有 跟各個委員所提出來的版本 相互之間做的比較 那最後我們吼 可以來進行更進一步的一些討論 謝謝 非常謝謝吼 謝謝我們 次長的 檢料報告吼 所以聽起來就知道說我們要把 大家 因為還在行政院的 行政院看起來也會去看看大家 各 各專業 學界各方面的意見 所以我們今天的 雖然在大家 議程很難排的之下我們還是用 尊重這個法 硬排出一個工廳會出來 實屬不易 所以大家也要珍惜 那也提供給未來 在整個從行政院過來 整個流程當中一個很好的參考 所以為了這樣起敬 如果各位 我們的專家 學者的團體 或個人 如果有什麼意見都可以 也可以留書面的 我們可以留書面的 給大家沒關係 因為書面的要給大家要主席同意 如果是你們來帶來的 我不反對 但是不要太多 大家很沒用的 關你們的重點 意見 或者是 最好 當然是這樣子 因為今天討論以後 我想各位都有智慧的啟發 更進一步的互動 一定會激盪 所以 也可以在會後 再提供資料都沒關係 我們覺得 我們都非常誠懇 希望把這件事情做好 所以大家也不用客氣 那 有的人可能還不 有的 有的單位可能還不是太清楚 你在後面還要再 先講 後面再講 也可以 再來登記都沒關係 我想那個部分 但是我覺得整個過程應該會在 12點 以前應該會結束 各位自己很養自己的時間 因為大家都很忙 所以就很養自己的 但是你的發言 你的留下來的資料 我們都會列為重要的 參考資料 大家也都不用客氣 那中間 我們有 等一下要休息一下嗎 對 先來 激動 激動 我們休息激動 有時候 防疫期間 大家 中間也要出去 套一個 空氣去輸一個 才不會 才不會身體 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中間可能 會在10點半 左右稍微休息一下 給大家上個廁所 好 那我們 在與會人臉發言前 先做以下的宣告 第一個 每位發言時間5分鐘 我們會有 那個控制時間 第二個 為了簡報方便 專家學者發言請 紫席台右邊的發言台 那個 然後呢 上面有 因為現在我們 六晚上很重視防疫 所以請使用 消毒過的無線麥克風 那是放在左邊 然後你看 你放完 你講完可能我們就把它放到右邊 拿去 消毒 所以左邊那個 最近立委在執行常常 人家用過他又拿那一起來講 因為他搞不清楚 要拿哪一邊 上面寫得很清楚 大家注意 不用緊張 我們今天都 很輕鬆 好像在學術會議一樣 很輕鬆 但是很有 用心這樣子 好 這個一定要保護自己的健康 第三個就是 原則上有專家學者先行 1000道順序發言 委員如要發言請棘手後登記發言 委員很不容易 我們就插隊先說 委員 立法委員 然後各團隊 各團體代表路要發言 以一人 為原則 也請登記 先行登記 第四個全部人員發言結束後 再請行政機關做整體的回應 那我們就開始發言 現在 我們就請 那個專家學者的第一位 中華民國鑰匙公會前國聯合副主委 楊惠華 副主委 請發言 請 我們就不用 我們在這裡 不用拍手 不用什麼 左邊 那個 主席各位與會的專家學者各 學會的代表 大家好 呃代表 呃中華民國鑰匙公會 全國聯合會 第一次發言 那有關於那個公共衛 呃公共衛 公共衛生司法 的 的這個 法條的 部分的話 那 那個鑰匙公會全國聯合會 這邊有幾項 意見想要提出來 第一個就是有關於這個 第四條 有關公共衛生司的那個應考資格 我們是說建議要參考這個專門職業級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 規則這個副表各類科應考資格 應該要明定他的 應休息的課程的名稱 因為目前他這個法條裡面只有寫說是 公共衛生學系或者是公共衛生相關學系 那至現在那個大學相關學系的名稱其實改得非常的頻繁 所以 因為像我們 去看了一些比如說土木工程技師 或者是 律師他們都會有列出一些 應該要休息的 至少應該要休息的課程的名稱 我想 這是第一點的建議 那第二點的話是有關於 第五條 充任公共衛生師的那個消極資格第一項的部分 他寫的是曾經撤銷或廢止公共衛生師證書 那這部分的話我們是建議 這個條文的內容可能要稍微修正成 依本法受廢止公共衛生 實證書之處分者 這應該是 也是參考到我們要稍法第六條的相關的那個法條的那個 文字的內容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目前這個公共衛生師他的職業其實他是 沒有限定是一處職業 那會引申出來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他職業登陸在A縣市 然後他在B縣市執行他的業務的時候他違反規定的時候啊 到底是要由A縣市執登的衛生局 就是衛生機關來做處分呢 還是要由他行為執行的那個 B縣市的衛生主管機關來做處分 這部分的話 可能在實務行政執行上會有一些問題 那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第四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有關於這個 相關罰則的那個書寫體力 因為他的 當然他的法則寫得很清楚 就是說 公共衛生師如果違反 第八條第二項的話會儲多少錢 可是一般 我們看過很多的法條 他的法則寫 大概不會這樣寫 當然這樣寫很清楚 可是 這文字上是 還蠻多的 就是 跟一般我們所看到常見的一些 法條的那個 法則的寫法 不是那麼的一致 那最後一個就是 有關於 第36條 他寫到說本法鎖定的罰環 於公共衛生師事務所 處罰其負責公共衛生師 這個我們覺得很奇怪 因為 我們行政法法規定 我們應該是要處罰行為人 如果公共衛生師 他在執行相關的業務 違反了這個公共衛生師法 應該是要處罰這個 行為人就是這個公共衛生師 而不是去處罰 他職業登陸的 公共衛生師事務所的負責 公共衛生師 那以上就是 要是公會的意見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 要是公會提供的意見 不曉得我們 在座委員 你有沒有發言嗎 還是比較短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繼續請台灣公共衛生協會 理事長 陳保重教授 陳教授請 陳理事長請 邱昭委員 邱昭委還有莊委員 各部會的長官 還有專家協責 各團體 代表 我大概還是用一個PPT 雖然紙本上面有 那我代表公共衛生協會 那 這次疫情大概就開始讓我們注意到 其實 公共衛生的專業其實 好像無所不在 也就是需要所有的意識人員 一起來參與 當然絕對不是只有公共衛生的人 所以 在公共衛生司法的草案 第14條 其實很重要就是緊急 對於我們的公共衛生事件 它是 可以被徵召 除非有政黨理由不得拒絕 我想這個是 公共衛生 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 它跟其他的 有一點差異的地方 那公共衛生做什麼 當然就是想辦法在 藥物疫苗之前 我們發展之前 我們有辦法 讓這個 疾病的 受到 受到控制 所以我們 到底這個 以這個的 情形來看 公共衛生到底做什麼 其實我們都是五大核心 從生酮流病 衛症 環子衛 社會科學 看起來有時候被認為是包山包海 其實不是 因為我們基本上 我們只看群體的健康 所以我們 上個月22號也辦了這個 教育訓練 因為 我們也隨時準備 送來沒有法 我們也隨時要準備 上戰場 這個在我們公衛學會傳統的歷史 從九二一地震 我們就是 發動每個系所去任養象徵 一直傳統 我們這個就是公衛的精神 那 當然這個條文裡面 平時還可以做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這個 緊急事件 平時事實上 我們看來是一個群體的 除了 一些這個 政府機構之外 其實還是一個大型的機構 才需要 因為基本上 我們不 不去碰個人的健康 也所謂個人 醫療照顧是不會的 所以 所以這個 看起來這些的 這個第13條 所職業的情形 下面很重要 不是上面的內容 就是醫事人員 醫事人員 跟專門技術人員 原來可以做的 基本上還是繼續 政府委託 學校 機構法人 像的 研究計畫進行 還是照常可以 所以 這些東西就是說 意思就是專業不專屬 這個專業需要 所有的醫事人員來共同參與 甚至更多的 NGO的組織來參與 這個就是公共衛生 這個 所以我們看的是一個 群體的健康 不是看個人的健康 我們大部分的醫療 醫事人員最主要是看 個人 可是他也觸碰到群體 不是沒有 所以 一定會有一些 Overlaping的地方 當然我們歡迎 大家一起來參與 畢竟 群體的健康 去做一個政策 才是重要 所以 我們期望 大家支持 可以讓這個公衛師 可以虛擬通過 那我們推動已經20年了 20年了 上一次是在 SARS之後 中間前前後後已經20年了 只有在這個緊急的狀況 大家才感覺它的存在的必要 很像平常都覺得不需要 因為做得很好 這是對我們專業來講是一些遺憾 可是未來議題絕對不止這個 不管是 極端氣候 環境污染所帶來的議題 都是群體 大範圍的影響 絕對不是這種個人的影響 這個就是公共衛生想要去解決的問題 所以 我們2000年開始推 可是 英國2003年有了 美國2008年 我們2011年都有了 我們很早推 可是一直過不了 可是 國外為什麼注意到這個東西 你看美國 因為美國 過去我們知道 所有的公共衛生主要都是研究所畢業 他現在一年大概培養了兩萬人 可是在 2003年薩爾之後 美國開始在討論 碰到緊急事件的時候 所有的醫師人員還是回去照顧他的病人 真正的公共衛生就少了 有足夠的能力 所以他開始培養 公衛系大學部 現在美國的公衛系大學部 一年 一萬 一萬個人 所以 我們歡迎大家來參與 不只是我們公衛系 醫師人員 其他的 公的部分都可以來參與 所以 條文上文是怎麼寫 可是 公共衛生真的需要 更多人來參與 我大概以上說了 謝謝 非常 謝謝 非常謝謝 好謝謝我們 陳 他想要發言 你要登記嗎 還是 沒關係你如果要發言就先讓你發言 沒有沒有沒有我只是說要登記發言 不用登記啊等一下這個插隊發言 你想要發言的時候就極少就隨時發言 因為 我們在公聽會委員 什麼時候發言我們就先給他發言 就這樣子 阿 莊委員是因為他稍微聽一下再發言 那我們歡迎吳宜請委員 謝謝我們陳寶宗理事長 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這個方向 然後我們接下來請台灣社區 社區衛生 社區衛生 護理協會 常務理事 謝嘉隆 常務理事 來 請請 主席兩位委員還有與會的專家學者政府代表還有團體代表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台灣社區衛生護理學會的常務理事 謝嘉隆 同時也是中華心理衛生學會的理事 那我以下有五點的一個意見的一個代表說明 那在大家的與會資料裡面 這一份就是比較是環保紙張上面 由我所提供的一個文件 那總共有五點 那本會呢 是樂見在社區群體健康的領域有合作並肩的夥伴 一起為全民健康一起而努力 那也成為剛剛市長 薛市長所提到的 這個是專師不專屬五排他性的一個新的一個 時代的一個概念 然後本會表與支持 那第二個呢 就是本會對於公共衛生師的一個設立條文 其實我們關注到跟其他醫師人的條文的一個設計 其實沒有太大的疑慮 但是在公衛師法草案第13條3 那因為跟像目前我們在衛生所的護理師 或者是健康服務中心的護理師 在座的社區健康評估有重疊的一個疑慮 那如果說要是這樣的話呢 那我們在第3點有提到說 同樣的在這個法條的第13條的第2項有明定是不受上限的限制 那表示說我們在社區的公共衛生護理人員 他在主管機關的指示下 還是要去執行公共衛生護理的一些相關的業務 那就表示說可能這樣子考量是沒有一些角色上的影響 但是我們也擔心說如果要是在衛生所 他沒有去做一些適當的一些人員的編制的話 或者是要為請公共衛生師來執行業務的時候 那似乎跟像目前的一個業務範疇還是一樣的 那也從這邊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目前社區的衛生或者是健康評估 仍然還是在我們的護理師的一個範疇裡面 那我們也擔心說在人力跟專業上不足 如果要是有公共衛生師一起來進行的話 那其實可以各自發揮各自的不同的專業角色 但是看到目前 草案所提的一個公共衛生護理的一個內容 它還涉及到其他一些專業團體可能 有重複或者是相重疊的一個專業角色的一個職業範圍 那到底在未來如何在這些重疊之處 那可以有比較清楚的分工跟分擇 那要如何來因應跟處理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再多做一些考慮的 那我這邊也附上那個成功大學護理系 陳靜敏教授他的著書 在附件二在後面的文件之中 那他也是之前我們的一個環衛委員 那這個地方要特別重申 如果要是公衛師一起進來的話 他是專師不專屬 然後也不是行政層級的上下關係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我們特別重視的 所以就建議在這個 草案法之中應該要區隔 比較明確的業務內容角色職責跟範圍 那這是第一點的建議事項 那第二個呢 我們是支持公衛師他們在這一次特別是 疫情的防疫 的這個部分的專業角色的一個展現 那這邊呢 我也同時以中華新衛的一個常務理事的一個身份提出來說 在公共衛生師裡面應該要去重視公共心理衛生的一個角度 一起關懷比較是在 社區群體的一個心理健康的一個角色跟業務範疇 那我這個地方放一個附件二 是 今年的3月15號 我們團體所召開的一個那個 記者會所提出來的新聞稿 所以在第二點建議事項是說 在這個草案法之中 應該對全民健康的心理健康的重視程度 是跟心理健康跟身體健康是一樣重要的 那以上是我的發言 謝謝 非常感謝我們台灣社區衛生護理協會 謝家長常務理事這麼專業的意見 尤其注意到這個 community的mental health 這個是世界 趨勢 我想 不管是在公共衛生的教學 或者醫療的教學 護理的教學 相關的教學 都已經開始重視 全人 前家前社區的照顧 所以這個方向 是大家一起來努力 也謝謝你提醒我們 在這麼重要的一塊 非常感謝 那接下來我們再請第四位的 台灣社區醫院協會理事廖茂宏 理事請 主席還有各位先進 大家早安 那 我個人代表社區醫院協會 來 就公共衛生師 這個立法來 表達一些意見 那第一個就是 我們了解這個 看到這個法條 就提到 有關公衛生師 最主要的 包括了 一些環境衛生 的一些檢測 或者 還有一些 疫病調查 民眾健康的調查 等等 食品安全衛生 我想這一塊 其實 剛剛 理事長提到的 這個失落的一塊 我想 這一塊是 非常重要的一塊 所以我們 站在醫院的立場 能夠再把前端 三段五級的 前端的部分 做好 對 後面醫院的一些管理 或者醫療照護方面都會輕鬆很多 所以我想這塊我們 站在醫院 社區醫院協會的立場 非常非常 充分的支持 這個 在前面就先做說明 但是我們要提到的是說 整個 醫療照護網絡的部分 其實 還有包括 醫館的部分 這邊 再來我們就代表 醫館協會也要 做 我是常務理事 也要做一些說明 那其實 在整個 醫療照護網絡裡面 我們 在印好資格裡面 我是看到沒有看到 這個醫館 系的部分 其實在整個 醫療照護網絡 包括前端的 公衛師的部分 還有在醫院的部分 像包括這次的疫情的部分 管理的部分 其實他需要各個專業團體的 共同來努力 當然最辛苦的 醫療 護理 這些各個專業的 怎麼去防疫 或者一些 重症的一些治療 但是前端的公共衛生 這塊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讓我們醫院 能夠輕鬆一點 但是 還有一塊就是我們在 行政管理端的部分 因為早期在公共衛生學系裡面 那時候還沒有 醫管系 公衛學系就是 包含 他們出來做三大塊 一個就是 衛生行政的部分 一個就是包括環境衛生的部分 那一塊就是所謂 這個醫院管理的部分 那當然之後 知道醫管的重要 慢慢就成立了 醫管系 早期做醫管所 所以 所以如果能夠把整個的 所謂的 點 就是 醫管的部分 我們在防疫的部分在 整個 整個醫療照護網絡 在點的部分在 包括配合的醫療照護的部分 把 醫管的部分也做好 那之後呢 在 這個縣的部分 公共衛生學系 這個網絡的部分 那再來還有包括公共政策的部分 這幾個科系 其實 都可以 共同把這個 這個公衛師 把它 建立的更好 那 我們當然期待 我們公衛師能夠正式通過 就我們醫管 也能夠 參與這個印好的資格 能夠讓我們醫管 也有發揮的工錢 但是 我們也期待 未來 大家能 能夠正式 醫管 醫管事的一個立法 因為 不管 衛生政策很多的部分 其實在做政策面的部分 很多是需要 食物面的結合啦 所以 如果 如果政策 在學術 在公衛的 這一派的部分 可以跟我們 醫管 食物來做結合的話 我想我們在做 前段的或者在 後段後勤資源 管理的部分 能夠做得更好 最後我們還是代表 社區院協會 我們全力來支持我們 公衛師 立法能夠通過 以上 好 我們謝謝廖茂宏 理事 他也拋出了 其他的需求 我想我們 都用寬廣的雄心 尊重所有大家投入 大家都認真去科技 認真去讀書 要如何讓他發揮 共同來 在國家的資源 非常有限 大家各 在他的位置 合作來發揮 像我是比較 不才啦 我們這個詹長山教授 不收我到台大公衛 手 所以我就去東京大學 念個公衛 室內公衛 方面的啦 那個 我想大家都覺得 這一塊是非常重要 那個 大家一起 在努力啦 好 那 我們接下來 就請 台灣流行病學會 常務理事 邱鴻毅教授 來 來 主席 邱鴻毅 然後專委員 巫委員 還有我們外務部的薛次長 司長 還有各位 民間團體的 語會的 好朋友們 大家早安 那我代表 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來 針對公衛師 表達幾點意見 那我想台灣流行病學學會 其實是 公衛學會 這個體系下面 一個更專業的 團體 那我們在 公衛的 體系下面 大概比較 著重的是在 一個比較有 系統的方法學上 運用 數據的分析 去提供一些實證的政策 那這個就是呼應我們現在 公衛師裡面談到的這個社區跟場域 那我代表 學會這邊也想分享一下 我看看 其實各個專業團體 對公衛師比較 需要釐清的一點就是 大家都會說他的專業也是在做公共衛生 也在做社區 可是 我們可以看看 剛剛社區護理學會裡面 我們 陳敬明委員 的這個 那本書裡面有談到 它叫做 以群體健康的護理 其實 大部分的專業叫 群體健康的營養 以群體健康的 醫療 那個你看最後面那個核心 還是在他的核心能力上面 只是那個場域是社區 可是大家要記得 社區還是兩個level 因為社區是 不特定的群體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有 一個一個的個人 跟 以全部的觀點去看 那我們現在公共衛生 同學心病學的觀點裡面 我們是以 全體的人員的 共同特性去 推動 特定的健康議題 所以我覺得跟各個 專業領域其實是什麼 是相輔相成 你們把這個 每一個人的這個層次 照顧得很好 那我們把群體的健康的 這個go 跟他的方向 幫大家把它破壞出來的時候 其實 落實在公共衛生的整體的架構下 你們的角色更明顯 就是你們要對個人的部分去做好 包括醫療 個人的食品的衛教 個人藥師的社區藥師的衛教 所以我覺得公共衛生 我們這幾年一直在想的就是 其實在整個完整 為什麼我們會說是 最後這一塊拼圖的原因 是因為 大家 在你的核心能力很強的情況下 對群體健康那一塊 你還是會比較視野上 專注在你的核心的能力那一塊 比如說你從護理的觀點看 你從你的食品觀點來看 那我覺得 今年的環疫很重要 大家看到 今年的第100例 任何的疫情調查 其實 我們可能 藥師 你看他藥師最近在做社區 在做口罩 在做資源分配 他就已經忙得不得了 他可能沒有能力 再去做疫情調查 醫師更忙 他做所有的健康病 所以這一塊的調查裡面 如果有一個群體概念 非常好的training的公衛師來看的時候 他從疫情調查之後 他很快就可以把這個脈絡分析出來 然後分享給各個專業團體去 做他本分該做的事情 那我們這樣的整個防疫體系 這就是台灣 目前為什麼 這件事情可以做得不錯 可是我要強調就是說 強調公衛師的原因是因為 這一群人 如果沒有給他一個專業的認證 其實他是過客 他會來來去去 也就是說現在能掌握的這一群人 其實是過去30年來 我們訓練到公衛體系的這一群人 他很有能力在 可是呢 我們看到是 我們的後繼已經漸漸沒有人了 因為大家的專業有這麼多的出路 大家認為說 那公衛生沒有給他一個專業思考 我可能來當替代一兩年 我被政府徵照來做做 我可能來當月聘人員 我來做一做 然後我退伍了 或者我的月滿了 我趕快更好的工作 我就跑掉了 所以我們的公衛體系的那個群體品質 其實很難完全的 穩定下來 所以我們在這邊以流行避雪學會 以及我在大學當老師的立場 我一定要希望各個專業團體能夠協助我們 來做這樣的公衛師的法的立法成功 那各個專業團體如果你的專業能力裡面 你希望你在群體上面更多的 effort 那我們當然在我們未來會提供這個 18學分的類似服系的概念裡面 你修滿之後 歡迎你們大家來報考 因為你的核心能力再加上這個群體觀念 我覺得 你可能會比我們原來訓練的公衛師 毫不遜色 甚至 說不定還要有過字 所以我覺得 在這邊呼籲我只是把 我們公衛師未來要做的事情 再跟大家做一次說明闡述 那以流行學會的立場 我們很希望能夠 大家能夠支持 謝謝 邱教授 公衛的大師 非常敦心的一席話 那 為什麼會請留病呢 因為你在裡面沒有學到留病手 怕留病的人不能考這樣子 所以特別 所以沒關係我們法在整個過程當中 都還有很多細節去把它處理 反正 把大家的社會各方面的餘力 減到最低 我相信 就像我們上會期 中醫師 中醫藥的一個發展法 能夠很順利 就是他們其實是非常用心 那個 跟各個專業溝通的 只要是 你知道你的訴求在哪裡 那怎麼樣去呈現你的專業 這才是重要的 剛剛聽起來有兩件事情可能也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 我們要關心公衛系 怎麼樣讓他 學生來給他做尊嚴的 政府那裡 那裡 那裡可以有一個發展 有一個希望 所以我相信 每一個人都願意讓我們有子弟 能夠不管他練哪一系 就充滿著對人生的希望 這個部分 我想 這是我們當老師前輩應該做的 另外我剛剛 應該有社區護理那邊有拋出一個問題 可能也是大家所餘力的 可能主管機關這邊 都有關係啦 因為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在衛生所有 長久以來有公共衛生醫師有公衛護士有什麼 很多的編制進來 我不曉得 將來如果有公衛師 進來的話 他的 編制 區隔 剛剛有提到上下長官什麼的事情 恐怕未來 外國部要帶回去研究研究 或者是 今天有什麼 什麼單位來 相關的那個政府機關 都恐怕 包括教育部教學內容什麼的都有 都有關係 可能今天請的 請的 那個長官還不夠多 因為現在防疫其實不想請太多 所以那個 但是我相信 牽涉的相關 但是我們希望 都能夠用最快的速度來把這些疑惑趕快解決 這個部分 可能有幾個問題我們要面對 我們今天是來面對 問題解決問題的 好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 副理師 副事工會全國聯合會副主委 邱惠如副主委 請 主席還有各位與回的先進大家好 那我是那個中華民國 副理師工會全國聯合會的那個 副政法制委員會的副主委 好 那這個 我們台灣呢 過去十幾年來呢 都一直曝露在 這個高危險的環境當中 那舉例來說 例如說 這幾年來有這些什麼 三濾氫 地溝油 然後等等這些食品的風險 那我們如果有公衛師這樣的角色 可以幫我們在食品安全這一塊做規劃推動 評估的話 其實是對國人的健康的一個大力多 跟一個把關 那不只食品安全的問題 那每次季節來了有所謂的登革熱 然後還有這個 長病毒 那尤其現在武漢肺炎也有肆虐全球 那如果有一個 專門這樣的一個管理師來幫我們做這些 疫情 疫病調查的這個推動評估 還有這個 統籌的話 那相信 可能疫情的肆虐也能夠得到一些某個程度更好的環節 所以我們護理師全國聯合會對於 公衛師這樣的角色的設立 其實是很樂觀其成 而且是非常的支持的 那也是給 公衛師這樣的專業人員 因為我們的醫師人員有非常多的職類 多數的職類其實都有國家證照的這個認可 那公衛師其實他們也是專業人員 所以如果他們可以有國家證照的認可 也是對他們專業的尊重 那相信也是對這個專業的提升 而且 最多 最後這個利益也是回歸到全民健康之上 所以首先我們是樂觀其成的 但是我們有一些疑慮想在這個 公聽會這邊提出來跟大家討論 因為這個 草案的第13條當然 很明顯的列出說公衛師的 業務範圍是哪些 那剛剛 各位先進也都有提到說 公衛師的職業範圍是 有限制的排他不是全面的排他 所以第2項也有提到說 哪些醫師人員其實可以照常的 執行他們的業務範圍 但是就是我們護理師的業務範圍 還是照樣可以執行 可是對比這個第13條的 第一項的公衛師的業務範圍 業務範圍上 重疊的部分是哪些 然後具體的盤點出來之後 給我們具體的例子就是 當兩個角色在同一個職場 或不是在同一個職場 他們互相在發揮角色功能的時候 到底是要怎麼樣相輔相成 然後這個 發揮出最大的效果 而產生出 互相合作 然後夥伴的關係 又不是互相競爭 然後有 上蜜下蟲 或者是互相競爭 然後這個模糊不清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這個窘境出現 這是我們想知道的 那公衛師這個角色 就是他 在醫院 又是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在社區又是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些是 我們非常有疑問的 那舉例來說我這邊先拋磚引玉一下 因為有那個職業安全衛生法第12 22條這邊就提到說 事業單位的勞工人數如果在50人以上 應該雇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辦理健康管理 職業病預防還有健康促進等勞工健康保護事項 這個是職業安全衛生法所提到的 那這邊就提到說 這個職戶就是我們在 職業單位從事這個 為勞工保 這個把關的這些 護理人員他們的職業範圍是做健康的管理 職業病的預防健康促進 那其實這個看起來好像跟公衛師的職業範圍就有重疊 那如果公衛師這個角色進來之後 那護理師在這一塊的角色 又應該要如何的 這個協調跟 跟公衛師配合 那另外我們想的更擔憂的一點是說因為 22條這邊有提到說 事業單位在50人 事業單位的勞工人數在50人以上應該 雇用或 特約 醫護人員 所以如果 這樣的規模的 事業單位 他應該 雇用或者是 特約 醫護人員 那 其實法條給 這個事業單位的彈性就是應該要雇用 那沒有雇用沒關係 那特約也可以 那會不會產生一種現象 就是說事業單位他可能本來要雇用護理人員 因為雇用是一個全職的概念 特約就是一個 兼職的概念 那會不會這個事業單位他本來要 雇用 護理人員 可是因為有公衛師的角色進來之後 會不會就變成說 那我特約就好了 那是不是對我們護理的職業的這個 市場 或者是一個現況也會有一些衝擊 這是我們所擔心的 那最後 我 講一下結語就是說 我們對這個角色很樂觀其成 那我們希望是互相相輔相成 然後 發揮出 手 把官民眾健康最大的一個角色的發揮 然後不希望他是互相競爭 然後 最後 他設立之後卻導致一個模糊空間的灰色地帶 那 這是我的結語 那最後我再講一個 比較小一點的 一點的點 就是說 其實看起來公衛師好像跟我們社區護理師 公衛護理師甚至職戶都有一點點小小的重疊 那我們這些公衛護理師或者是職戶 其實在他們職場 上經驗非常的豐富 那其實我們對公衛這個角色 公衛師這個角色也很樂觀其成 那是不是如果這個法案通過之後 是不是有一些什麼 落字條款還是什麼條款 可以讓我們這些資深的這個職戶或者是公衛護理師 對這一塊 有興趣的可以也有應考的資格 那這是我們拋出來的幾個潛艦 那希望這個跟大家一起討論謝謝 好非常感謝我們邱副招委 邱主委 副理師或是公衛 邱副招委的精闢的言論 感覺上非常的用心 敬佩 那 我想我們今天很重要就是把問題都拿出來 在檯面上大家來處理 不然 台下 意見尤其對法案是很難進行 所以我們都拿出來大家來討論 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不用客氣啦 該講的就講 好那接下來我們請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 前國人的會召集 法規的招委吳欣席 醫師吳理事長 跟我們報告 先 我們進來我們的 副招委 劉委 我們的 莊立委 劉立委 還有我們的 長官 我們的薛次長 啊 我們的實施長 還有在做我們很多 我們的長官 還有我們很多 應該算同伴同伙啦 其實我們今天來這裡 一個很大的目點也是有到 我們台灣的未來在積極啦 現在當我們的 武漢肺炎 流行到這樣 風風飛飛 我們整個台灣 大家都 會怕 說坦白的 所以我有看到一個 公務醫師法材 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好的法 對台灣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 防疫上的一個 很大的進步 的一個部分啦 我相信這個法 已經 煞了很久了 大家都知道 我相信有在關心這個法的人 我們也知道這個法 其實 已經 煞了很久很久 這段時間來 到底 我們台灣有什麼需要 有什麼改變 我們為了我們台灣的未來 我們的立法 我們現在要說嘛 我們要用前瞻部署 其實我們立法也是太強啦 我們的前瞻立法 我們不可以立法之後 以後出很多問題的時候 這樣 變成不立法 還比立法來得更好 這樣絕對是沒有理想嘛 所以我們後一張 我自己來 對不起 啊 對不起 我再自己下去 好 所以喔 我們公衛市的部分 實在是很重要 就我們現在很感謝 由我們副總統 我們站在做一個醫生 我們面對到我們 第一線 我們所有的 環節 包括我們這裡很多 華麗靈圓的一樣 我們看到是 一個外外的人 我們希望 他能健康 能快樂 不過這跟我們整個社區 整個台灣來看 其實 有什麼分別 我們台灣也是 一個合起來 跟我們一個台灣 所以我們看一個公衛 當然 我們在看 他看一個上位 整個全面性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要 替我們醫生 跟我們府裏人員 說一句實在話 我們看的 我們不是看一個 醫生的環節 我們看一來 整個那一看 一看才說 啊慘了 現在開始流行 一來 整個五個就三個 都中了 你看這是什麼 所以 我們很早期的 我們很多一些 我們公衛的部分 都是醫生在處理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其實 我們公衛開始 我們看到 我們對我們的學術的規劃 跟查檢博 疫情的流行 真的這次 感謝他們 很多建議 跟處理 甚至疫調的部分 其實他們出很多 我相信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法裡面 還有包括 食安 跟治安的一些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是其他 大家去想說 這個法到底是 關多塊 下一張 所以我們再看看 我們公衛的 三段五節 其實我們 看最前面 三個 像我講 這些都是 醫護人員 醫療員 在這裡 做的 促進健康 特殊保護 也有在做 這製作的範圍 大到小 多到少 差別一隻 這其實 沒有多一個部分 是 醫護人員 可以避免三段五節 任何一部分 不要去看 不要去做的 我們再後一張 所以 其實我們要考慮的是說 我們整個法出來 我們是要 一個新的行業出來 說實在 我們用法律 不要訂行業 很簡單的嘛 我們現在要訂下去 規定要有執照 你就什麼 我們算命的 也是可以訂一個行業 哪有什麼困難嘛 不然這行業對我們國家 對我們人民 有什麼公平有什麼輸求嘛 國家走到這個時候 是不是需要這個行業 人民對他們期待的一個地方 我們是要去考慮的嘛 對嗎 所以我們教訓 靠這幾個都要規定清楚 我們要立正法 消耗清楚 大家才會做 這樣都沒有問題嘛 所以大家要考慮說 所以我們再想 這個定位到底是 醫事人員 不是醫事人員 第九條說明 裡面說不是醫事人員 這個奇怪 裡面做很多事情 看我們是不是醫事人員啊 以後到底身份地位是怎麼做的 最近我們的新理事 出現這個問題 本來立法說不是醫事人員 現在該最變醫事人員 我們回去看他 訓練的 他上課的內容 完全跟醫學無關的 這樣要怎麼 所以我們 立法想要想清楚 規定都要弄得好 這樣 自有料保存 其實如果這麼重要的時候 三個都能夠 技術教育學問要要要要求多少 這都是要去考慮的 再來 如果依照是醫事人員 在信用度 就是收入標準嘛 要怎麼修啊 醫事人員都要 經過地方衛生主管合格的 市民到底要怎麼修 再來就是 大家最關心的 業務範圍 腦重疊 我們要怎麼做 大家今天做 坐下 大家好好說嘛 不是剛剛 第四三條裡面 歐先生說 今天如果教會做都沒關係 相信大家心悔安啦 所以基本上 拜託 我們就是希望大家今天 這個法廟過 安慨大家放心也過 好嗎 謝謝 好 在立法院能夠台語從頭到尾了齁 大家只有林昌佐跟陳柏惟 我都沒辦法了 我都沒辦法了 我們謝謝那個 吳欣喜 我們的英靈省醫事公會 理事長 吳欣喜 理事長 還有我們得他的 法規的招位 他不是代表他 他應該是有一群 依法的夥伴在做很精闢的研究 我相信這個團隊也有跟公共衛生協會的前輩們 大家都有在做互動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的副秘事長 曹宥宗 副秘事長 曹宥宗 請 主席各位委員 長官還有各位專家大家好 我是代表中華民國環境職業醫學會 我是副秘事長 曹宥宗 那今天利用這個 這個機會啊 來代表 學會的立場 來支持這個公共衛生司法的立法 那其實在職業醫學學會裡面 我們主要的成員 都是職業醫學的專科醫師 那我們的除了在門診 做一些職業病鑑定 做一些復工的評估 勞動力減損的評估等等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工作的內容 是在各個不同的事業單位 各個不同的職場 那在職場之中呢 依據勞工人將保護規則裡面的第12條 其實明確的提到 在我們做職業醫學的臨場服務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針對現場做一些危害的評估等等的 然後來去做一些改善 那在這個方面其實就echo前面幾個 專家的意見 其實在我們的公共衛生司法草案裡面第13條裡面 定定的包括環境健康風險 疫病調查 還有一些民眾健康評估等等的 其實這個在一定的程度內 會跟我們的職業學臨場服務 有所overlap 那未來在假如一個事業單位 他同時有職業安全衛生的 呃 理想服務的醫師 職戶 然後還有我們公共衛生師 同時在針對這個職場或者這個場域 做一個健康風險評估的時候 假如出現 呃可以是相輔相成的 像剛剛理事長提到的專業不專屬 我覺得這會是非常理想的一個狀態 那假如在意見上 有所沒辦法達成共識的 或者有所衝突的 那在這時候 公共衛生師的定位 其實相對的非常重要 這也是我們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 有部分的醫師會提到的一些疑慮 那除此之外 其實在整個環境職業衛生的促進上 公共衛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領域 我記得我們當初在 學習這個專科的過程中 也都會跟在座的一些長官們 做一些學習 那其實假如公共衛生師這個專業 來加入台灣的一些職業安全衛生 或者環境衛生的推進 我想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此再一次代表我們學會 針對這個職業安 公共衛生師法 來表達我們支持的態度 那以上簡單的報告 謝謝大家 好 非常謝謝 曹復民事長 簡短的報告 不過如果有衝突的時候 就聽公司老闆的 開玩笑 我想我們還是要尊重專業 好 謝謝 那我們接下來請台灣大學醫學院的蔡司律醫師 蔡司律醫師請 各位在座很多是我的師長 先跟各位的師長 志勤 我今天也是代表台大醫學院院長 那尼遠玄院長因為最近也是防疫工作很多 在這邊特別要向各位 很多指導的前輩們致意 大家一起防疫 然後大家都很辛苦努力 特別為尼院長致意 那另一個身份是台灣醫學教育學會的秘書長 是我本人 那理事長也是我們尼遠玄院長 所以又就這幾個部分 那這兩個角色 然後有三個部分來跟公衆院的長官司長們做報告 第一部分是要感謝 醫學教育從過去17年前的SARS到現在 很多在座的公衛的前輩師長 包括保中老師還有詹院長 都是我們一屆很多醫師們的老師 然後在17年開始 我們也一直在琢磨在 醫學教育的提升的 在服務眾人群體 國家社會的完整性上面 一直在做努力 都有帶 都是因為很多的公衛的師長們 來幫我們補強這一塊 那我們也看到了 這17年來很多的醫師們 也不再只是做醫療 也在公衛的領域發光發熱 五國界醫師到現在的協調的 最重要的幹部 我們羅一軍醫師 都在公衛的老師們指導下 很努力義務反顧 也很有熱情的 冤冤不絕 願意自己的投入奉獻 公共衛生這一塊 所以第一部分 很感謝在座很多的公衛的師長 那第二部分是 也是延續剛剛 那個台語很好的吳欣喜老師 也是我們引領我們台大的醫師 很多下鄉 學校第一線最基礎最社區 最貼近我們民眾健康需求 很多學習的一線學習 除了吳欣喜老師 還有很多在地空位的前輩 營養的前輩 護理的前輩 所以藉這個機會也是要報告 吳欣喜老師剛剛提到的教訓考 也是我們醫學教育現在 過去17年來到現在 還有未來我們的使命 很多一個重要的核心價值 就是上醫醫果 那我們不再只是做醫學教育 裡面 以前可能都是病人照顧 醫學知識 但是現在我們有六大核心能力 已經推了十幾年 在衛福部還有醫策會的推動下 那在醫學院端 甚至在高中端要進醫學系 現在的推增 各校在甄選的核心能力 就有一個要溝通 要能夠跨領域 要能夠尊重彼此同才 這個一個核心價值 上醫醫果 全系統 全方位的考量下面 那這是百年數人 不是我們這邊喊喊口號 所以衛福部長官 帶領著我們推了幾年 那包括考選部的長官 在考的方面 我們畢業考已經推了七年 事辦了兩年加起來 也盯今年第十年 就是會考一個 假病人 他衍生病 然後裡面就有一些公衛的題材 所以我們不只教 還有甄選 然後到 以前七年 現在六年 那六年會 為什麼 是減嗎 不是 是畢業後又多一年 那這個都是為了讓學習更完整 那把很多醫療知識以外 很多公衛的專業 然後護理的專業 剛剛也有職業醫學 還有藥師的 藥學的專業 對不起 各方面能夠 都能夠對於 跨領域的專業的尊重 所以在考的部分 我們也會這樣考 那甚至考完取得醫師執照之後 他入職場 我們有這個 注意醫師訓練 各專科的訓練 專科訓練裡面 在衛福部長官 督導下的幾個專科 也都有這一個部分 公共衛生 你不能只有獨善其身 你必須監善天下 所以在過去十幾年來的 醫學教育的品格 這是妮遠璇院長 特別要我跟各位長官們報告 我們不管這個法 未來如何 我們公共衛生的堅持 還有剛剛邱昭偉 所提醒的 這位歷史做見證 我們都是在寫歷史 所以我們格局眼光 在很多師長們 一起帶領我們把這個放大 我相信在這個全民健康 還有公共衛 整體環境的 健康環境提升 一定會跟我們幫助 所以最後想要請 再跟各位多學習的 就是妮院長 跟我們跟各位的學長 司長們多學習的就是 跨領域角色 剛剛有提到很多的角色 定位上面不清楚的地方 這是我想 未來我們規劃 未來醫學教育課程 在公共衛生師的這個 跨領域學習上面 這個會比較難去定義 他的教育目標 我們醫學的角度 怎麼去跟這個 病院如果能更清楚 我們會更好 去做跨領域的學習 以上是三點 謝謝各位市長 非常感謝我們 蔡世麗教授 那個這麼清楚 把醫學系的一個教考 學 教什麼 訓考 教訓考 那個 怎麼樣發揮到現在 那當然這中間 我們的公共衛生專業的老師 一直都是跟我們大家一生在 互動學習 我記得SARS以後 我們的協委員次長 他是始作擁走 開始推 PEY 社區醫療群 前人前家 前社區的照顧 那個時候我就跟隨 我的老師 謝博生教授 整天在二號館開會 其中最大的一個客人是誰 就是城鎮人院長 他那個時候當公會的院長 我們從十幾年前就一直在 二號館一邊賀開會一邊談相關的一些事情 所以其實我們的血龍以水那種感覺 就是看怎麼樣來 把這樣的事情 在過去大家 跟那兩大劑頭合作 就知道我們 未來是充滿期望 國家充滿希望 所以我們會繼續來努力走下去 好謝謝我們蔡司律醫師的發言 好我們接下來請中醫師公會前人會 秘書長蔡先生的秘書長請 蔡秘書長 會議主席邱教授 衛福部的長官 以及我們 莊委員以及對衛福跟社福貢獻 絕尾的衛委員 各位專家學者大家好 那其實剛剛對於我們 呃陳寶中教授的報告 還有看我們衛福的 我們那個 公衛師的條文 大部分看起來 其實是 呃對於公衛生的促進 以及社區 民眾健康的提升 是有正面意義的 那尤其像我們 流行病學的那個秋長霧 他也是講得非常的棒 對於公衛生 健康的促進 是非常好的 但是不過 我覺得 那個 剛剛那個 吳 欣喜理事長 講的 我們那個社區 護理學會的 就是對於 某些部分的醫療 或者是 社區健康的評估等等 我想 還是應該要審慎 評估來修正 那 好讓我們的衛生 公衛生司法 趕快立法通過 來照顧人民 我想 這個 對於醫療 或者是社區健康的 評估方面 可能把它釐清 把它修正 我想就會對我們這個 法案的通過比較好 那我想 以上是 中醫師公會的 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中醫都慢慢在補身體 說話說這麼快 我介紹一下我們的 委員 廖丸武委員 那個 立臨 請 你們隨時要聽一聽 想要發言就講一下 我們就會安排 那 因為我們預計十點半要休息 所以如果中間要發言你們可以安排 那個 如果 還有什麼事 那 剛剛我看新聞 剛好人家傳給我的 就是說 立法院也在演習這個世信會議 只要兩個立委確診 大概就要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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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佑立法院以下 那個 有理由死了 就盡量不要來 那 也希望 所以 我們隨時每天都在想說 什麼時候要釋信 所以 今天也算很難得 我看小孩子 也都說 那個人他們的學校都要求已經開始 昨天我太太跟我講說 欸 我們家電腦是有夠了 要開始釋信 我有一台電腦 我三個 我看一天的手機大概 公共衛生專家也會不同意 大概眼睛就湊湯 所以可能 最近要來買電腦一下這樣 我現在眼科醫師 我們現在眼科前輩 別港的人的眼睛都是他看過 所以他們對媽祖廟都特別比較有認識 那個 三位委員有沒有要 不然我要繼續 算不及喔 那專偉的發言好了 請 你們說 請問 我 past 我們這些所有的公衛前輩們 那我們這些中央學位代表 那我們的這些團體代表 以及我們的這些政府代表 你們在場的主席 我們的所有的委員 那因為我剛剛接到消息 我們那個內政委員會那邊現在討論 台中的空屋這個中火的問題 然後等一下趕去支援一下 那所以我先來這邊 因為我是台中出生的委員 那等一下去那邊聽聽看他們在講什麼 那所以 首先謝謝主席 那感謝今天所有參加的這些專家學者 那各位表達所有的意見 都會在我們未來這個推動 立法的一個重要的參考 那再次感謝 那我相信說台灣在過去在這個 觀光衛生方面 有一段傲人的一些成就 那我們有綿密這些基層 官衛所建立起來的這個一個網絡 那還有任好任越的這些基層 醫護人員的一些努力 那讓台灣在過去半個世紀有一個普及 而且完善的這個公衛衛生 以及這個預防的這個制度 那也導造出我們 讓我們甚至這次的疫情中 讓我們全世界可以肯定的一些成效 那當然就是當 隨著這個公衛議題不斷推成初心 那我們公衛體系 面臨到更多不可預測的這些變化 那更多的一個挑戰 那這些挑戰也越來越棘手 像17、18年前這個SARS 這個風暴 那還有近幾年一直 一直這個層出不窮的這些食安的問題 那還有一直到今天這個武漢肺炎的這個危機 那這些防治宣導到執行的工作 那如果只靠基層衛生人員 如這些護理師等等 那人力一定是不太夠的 那我記得這個SARS的時候 還出動這個軍隊 來這個來支援 那我想這不是一個常態的一個做法 那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一起討論就是 公衛司法這個立法 讓一群有專業有組織的這個力量 那投入我們國家這個公共衛生網 我想是一個非常重要 捍衛我們國民健康的一個重點 那所以面對現在挑戰 不管是現在像現在這種病毒變異 擴散程度跟我們地球環境變化造成的影響 那甚至是人為的這些對民眾的這些危害 污染危害 都是公共衛生 未來所要面對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 那公共衛生要做好是需要一個 跨領域的一個專業團隊 那除了醫師、護理師等這些民眾 除了我們熟悉的這些醫療專業人員以外 那公共衛生團隊也要具有這個 支援專業的一些整合跟協調的這些能力 跟執行這些能力 那所以如果未來有這些公共衛生師 從中去協助 那我相信我們這些 我們整個國家的公共衛生網 可以達到的四方功倍的一個效果 那但是目前遺憾的是就是各類醫師的專業人員 那依據法令他有他的專業證照 都可以進入這個公衛體系來服務 那但是公衛人員依然缺乏這個立法跟證照的這些規範 那造成他的那個專業 也不受到各界的一個肯定 那所以導致說這個公衛的這個專業職缺 通常都會由非公衛的人來站待 那所以無法讓這個專業工作 由專業人員去承擔 那所以據我所知 這目前這個各衛生單位 普遍缺乏具備公衛核心能力的一個專業人員 那我也在一些醫院的基層 當然有聽說過說 類似什麼學會計的做防疫 那這個學公衛的沒投入這種 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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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這樣的怪現象 可能也除了造成國內公衛體系 畢業生的求職的一個困境 那另一方面就也讓公衛體系 面對到重大議題或地方疫情大流行 在應變上會更顯得一個吃力 那所以說台灣要成為這個全球防疫大國 勸缺的可能不只是疫苗 快篩來這些技術 那我想基層更少了一群專業 又上場整合的這些公衛的一些人力 那我本身是台大醫學工程的博士畢業 那我也是這個交大醫學工程研究所的 注意教授在當立委之前 那我的專產也是在做這些 預防醫學跟腦癌醫學的一些研究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更會支持這個公衛司法的這個立法 好的通過 那因為我相信這一次武漢肺炎 這個目前防疫工作做得很成功 那政府不斷強調是超前部署的策略是一個主因 那白話一點就是說 預防的工作做得成功 那戴口罩請洗手 那每個人做好這個自主健康管理 這也是我對選民不斷呼籲的 那所以台灣目前沒有像 中國或韓國或其他歐洲那種大爆發 那防疫工作是受到肯定 不過我自己也觀察到說 我們在醫療資源配置上 不管是公共衛生 醫療救治或是吉利 我吉利的推動這些長照 其實都還是以治療的角度為主 那我們都聽過預防剩餘治療 那所以我認為應該在各方面 都要導入這個預防的一個觀念 那這個工作其實 就是在公衛師上面 其實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在預防上面 那第一線去做 然後可以幫助我們國家 在落實這個預防的這一個區塊 那公衛師法草案 就是規定公衛師要執行這些 社區環境的風險評估 疫病調查等等 然後推動健康促進方案 食品安全等等 這些很多工作 但同時也會規劃這個專事不專屬 那所以這些歐醫師人跟其他的 其他的其他的那個職業技術人員 也可以依照他的業務來執行公衛事務 但是今天的公聽會上也聽到 各界對這些法案提供很多意見 那也提供我們這些 我們立法院有一些修正的一個方向 來參考 那再次感謝 那相信在這一次這個武漢肺炎的疫情下 那尤其現在面對可能社區感染的這些風險 現在都可能像昨天已經到100例了 那我覺得更需要這些公衛人才的這些投入的未來 那第一線提供給民眾更多防疫的這些知識跟資訊 那我想可以降低我們公眾的一個恐慌 那也讓我們在防疫工作可以更落實更徹底 那目前許多國家其實都有一些公衛制度 那在台灣公衛司法也推動超過20年 那上一屆第八會期終於送到立法院 那我希望那我當然是我是第一次當選 那我希望說可以在我這一屆可以看到這個公衛司法的這個立法的一個通過 那因應許多這個傳染疾病跟不管食安環境污染氣候變遷的問題 那我也非常樂見這個公衛司法通過 因為甚至在我們台中還可以來幫忙 協助我們處理空污這個問題 研究空污這個問題 不要讓它變成一個政治的一個議題 這樣對台中市民對全國人民都是沒有幫忙的 那所以我是希望這個公衛司法可以順利通過 那最後我也要說就是我們要健全這個防疫領缺口 所以我支持這個公衛司的一個立法 那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感謝莊委員 那個聆聽了大家很多了以後的發言 我相信他會全力來推動來把大家的意見 那路讓他這個法更加的好 那非常感謝我們莊委員 那接下來吳委員要發言 來請 吳委員請 對後面的幾位專家學者 抱歉 我們因為剛剛主席宣布十點半要休息 所以 必須也在十點半前來趕著發言 那我想 剛剛莊委員也提到了 在上一屆 第八屆 公衛司法其實已經提出來 但是在第八會起的時間 所以來不及討論跟溝通 所以讓這個法案沒有辦法順利在第九屆完成 那在這個第十屆 剛開始 其實我 大家手上應該有我的提案了 我在2月27號就已經提出了 公衛司法的一個版本 就是因為看到整個在現在整個 我們武漢會員的這個期間 真的是一波一波的這個疫情的延燒 實在是讓我相信相關的醫護人員 也都非常非常的累了 那公衛司其實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來協助 那我想這個部分 今天好幾位公衛的大佬們在這邊 這個公衛的學系從61年到現在 快50年了 那設立了快50年的學系 這個教已經有了 那就是缺了一個讓這個學生 沒有一個考試的一個制度 讓他們成為一個專業人員 所以也產生了學生流動的問題 而且是幾乎都流失了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 學校們擔心的一個議題 但是我更想要從 這個整個國家的一個政策來看 因為我覺得公衛 公共衛生這個議題 它是一個通才 所以在這一次的這個立法 或是我提的版本 也都是過去衛護部提的一個版本 它是一個專業不專屬 那我必須說它在一個某個領域上面 所有的應該說醫護人員的相關教育裡面 它基本上公共衛生是一個它的DNA 就是它基本上每個人都需要具備有這個基本的 公共衛生的這個概念 跟實際的作為 那這個部分其實在這裡 所以我知道我們公衛師的團 公共衛生界的朋友們 已經在這討論過程中 一直 因為我們一般的師 都是專屬 就是別人不能來做我的業務 所以在這部分 我知道大家都有一些退讓 而且知道他的性質就是一個通才 所以他需要的是 有點跨 一個跨專業的一個合作 那這也是一個現在需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 因為我們各司其實都真的是太專業 別人都不能來做我的工作 可是他缺了一個整合性的一個角色 所以公衛師其實有扮演這個角色 所以未來可以在相關的這個領域上面 可以協助的是一個跨專業的合作 然後我想這部分我是要幫公衛師來談到這個議題 因為我覺得 在這個專業不專屬的過程裡面 我相信他們退讓蠻多的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展現說他的通才 以及他能夠讓大家在這個公衛生上面 做到前端 我覺得剛剛一直有些專家學長也提到 公衛生的三段五級的預防 前端的部分 是應該是公衛師可以扮演的更積極的經驗 當然當疫情發生或是相關 我們現在面臨的非常非常多的挑戰 除了SARS之外 所以SARS那個時候就已經提出公衛師法的一個定定 那可是也是談了17年 又停掉了 這是蠻可惜的 那其實我們面對的挑戰蠻多的 登革熱啦 腸病毒啦 MERS啦 還有這個現在武漢肺炎 這個挑戰喔 疾病的挑戰我覺得 不會停止欸 我覺得這個是 因為全球化之後整個這個疫情的流動實在是沒有停止的一天 我覺得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是要有更多的 我們現在很喜歡用超前部署 或超前預防的一個角色 然後即使遇到了怎麼樣來協助更多的這個 所謂的疫調啦 或是相關的一個疾病的一個分析 甚至找出模式能夠做事前的預防 那我覺得這部分 甚至 我講公衛司法 在第14條也特別強調跟醫師一樣 我們政府在傳染病期間要徵調他們 他們就變成儲備人員一定要被徵調 不能拒絕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有跟醫師們的角色一樣 就是說在防疫的期間 或在疫情的期間不能拒絕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也是一個 讓整個這個公衛師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現在大家的醫護像以武漢會員來講 現在大家醫護人員真的是疲憊不堪了 所以真的需要一些生力金來一起支援 所以在這個法裡面 也讓我們公衛司扮演一定的角色跟協助 其實他們可以扮演角色非常多 只是到目前沒有一個非常清楚的一個 師級的一個定位 那我覺得這部分我也希望能夠在 國家政策跟政府對公共衛生的一個 專業價值的選擇上面 能夠在這個時候 真的是一個時機 在做過這個時機 我怕又等17年 真的是有點擔憂 那這個時間也更好可以來 再來一次審視 公共衛生師對於整個台灣在相關的防疫 還有相關的流行病學上面 或相關的一個議題上面的角色 那我再一次強調這個是一個 我們已經滿友善的就是所謂的專業不專屬 讓大家不會去排斥其他專業 其他專業是其他司法是絕對排斥其他專業 侵犯他的權益的 但是這個公衛司法是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應該一起來支持 所以我已經提出這個版本 我也希望衛福部趕快提出來 不知道在等什麼 已經停在行政院了 我們也希望趕快提出來 有機會能夠今天透過大家 剛剛我已經大家聆聽了 蠻多位學者專家的一個意見 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有共同的一些意見 有些疑慮 可能我們一起來釐清 那是很重要的 如果能夠讓這個師通過我們未來的教考訓用 都可以一起讓台灣的這個防疫工作 或是相關的傳染病 還有這個流行病 可以有更加一道防線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也是要 拜託大家一起來努力的部分 謝謝 好 我們謝謝吳委員 上次講很詳細的一個說明 我們今天開公聽會的時間 就是要希望各個團體 大家抬出檯面 共同來把這個問題釐清 我相信不是在衛福部在行政院的問題 而是讓他整個未來這個法能夠更周全 然後更那個更將來十年二十年以後 人們不會把我們修理 說我們當時才沒有科技就黑 這樣就對了 我是覺得我們就是今天 所以還是拜託大家 今天大家的意見帶回去 請自己的幕僚再研究一下 我想這些問題沒有解決 恐怕將來還是比較多需要再克服 就像我們吳委員擔心的 恐怕又 如果我們大家說 還是會陷在那裡 這樣就很可惜 我們希望真的有比較正面的一個發展 但是我們就要正面來面對來應應 那因為冬天大家膀胱也會比較脹一點 我就按照十點我們的時間 不好意思 我們還有蔡壁 我先介紹蔡壁委員來 還有我們張義美委員來 那我們不好意思 不得不考慮到大家的健康 我們先十點半 我們就休息十分鐘 十分鐘以後就繼續開會 謝謝 請敬請 我們出來標示一下 來 根控不受 還好我們去不同的地方 我不應該妳去 哈哈哈哈 請報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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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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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會一次那麼累,是有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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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很快就會 當然 我請等一下請委員先講 那個 謝謝 我想後面 那個有團體要登記的 可以再登記發言 我們要去他們登記 請他們登記一下 那在哪裡登記 我們要 我們都回去請他們登記 在這裡是不是 主動 主動 如果要發言就請登記 那我想 非常感謝大家花時間來 一個法不是說我贊成就解決了 贊成就可以要等20年 但是問題解決 聽聽大家各個專業的意見 去把它 確實去把它 把疑慮解決才會進行下去 不然我看在哪一個單位哪一個單位就很難進行 所以 一定要很誠懇 很沒有底線的 來看看把爭議解決 我相信就會很快來發展下去 那我想我們的長官也在這裡 他們一定很了解回去要怎麼樣再來推動 好 那我們接下來 那個 張宇美委員 你要發言嗎 或是要給他 你廖醫就換你 好不好 好 那我們邀請蔡美委員發言 請 你要說幾聲 好 這樣標準 你一眼九頂 一眼九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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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然後各位長官 還有各位那個 關心公衛司法的這些團體 大家好 我真的講三分鐘啦 其實就是切入重點 這個公衛司推了20年 其實為什麼會推不成功 其實我有花一點 花了一點點時間去了解他 那其實最大的症結點就是在 公衛司跟護理師 其實還有醫師 這三個的那個職責上面的一些 重疊性 專業性 它可能都是重疊在一起 其實就把這三個的一些職 那個職業別 或是他們的領域呢 把它驅開來就好了 那 但是這個講是這麼簡單 可是 可能還是要這三個團體呢 大家坐下來 自自斟酌 但是 我後來我跟那個公衛司的團體講了 我就說 我們先讓他立法通過 那個 能讓的就是用最低的限度 不能夠讓過去 大概 大概我跟他們 討論的結果應該是這樣子 那其實 這個已經推法推了20年了 那 顯見他一定有他的困難度 那我想就是 我們這一次就是 大家呢 坐下來就是 一個一個到底是 醫師 醫師 症結的點在哪裡 護理師 症結的點在哪裡 尤其是護理師跟公衛師 比如說在廠戶 或者是說在一些社區裡頭 一些角色的扮演上面 其實公衛師像這次的疫情 其實就是一些團體跟長時間的一些 流行病學的研究 我覺得這是他們可以用得到的地方 但是在廠戶 就是那個工廠裡頭 比如說 一個團體 50人你需要一個 到底是 需要一個藏戶 這個是可以拼用公衛師 還是要拼用護理師 也許護理師就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 強到我的工作值 工作的權利這樣子 其實這個就是 大家要把它講清楚 哪些的職位 哪些的細節上面呢 是由公衛師可以 或者是護理師也可以 還是說兩者都可以 我想這個大概是最主要的 症結點就在這裡 好我的三分鐘就這麼簡單 好 我們希望 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讓這個公衛師立法 在這一屆可以 可以立法成功 這個需要衛福部 大力的支持 謝謝 好我們謝謝蔡壁委員 雖然簡短 但是命重要點 讓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這樣 那 他也 要那個 我們公衛 那個邊 真的放下 那個 我覺得 我覺得 好像綜藝要化成化 這樣子 那沒關係 我覺得 該堅持的專業 我們一定尊重 因為一定要讓 學習這方面 投入的 我們過去立法案就是這樣子 哪一個專業很投入 沒有做到關注 我們一定來關注他 都是我們 沒有名義代表的精神 那 我相信公衛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支持公衛師這個專業 就是 有建議這樣子的一個情懷 那 但是問題是 你在社會的現在的狀況 怎麼樣去 大家溝通 和平和 來處理 我想 本來我們大家就是一起長大的 那 在這個時候怎麼樣發揮我們的智慧 所以 尤其我們領導者跟 民意代表跟衛生部的長官 更是要在這個時候發揮智慧 讓我們的 後一代的人 入市比較好過 這樣就對了 謝謝蔡委員 對 那 接下來我們請那個 張毅美委員 來請 張毅美委員 來這邊 謝謝 左邊的 不要 小篤好 我們立法院不太確診 確診兩個就 你萬一就 好 主席 各位關心我們公衛司法的 我們的各協會 衛生部的官員 大家早安 剛剛我們都有聽到了 其實我們公公衛生司法 是經過二十年來的 這個努力 陳理事長 這個在歷屆理事長的 努力之下呢 現在呢 好像 大家 覺得 他這時候 來成立 是時候 那我們也知道 我們的這個 趙偉 這個邱 邱醫師呢 他是有提倡 全民軍艦 全民軍艦的觀念 也就是希望所有的人 和社區能夠 使用他們所需要的 健康促進 預防 治療 還有 復健 與緩和等 具有 充分效用的 健康服務 而且 也不會因為 使用了這些 服務 而陷入了困境 那現在的公衛師呢 正能夠成為 加強健康促進的 健康服務網的一員 這是我們現在的認知 但是 尤其在這個 防疫期間 其實它是一個 整合 我覺得 它有點像 那個黏著劑 黏著劑 這是一個 整合起來的一個 公共衛生師 它的功能 所以在過去20年 當然 國內經過了這個 流感SARS 情流感 腸病毒 登革熱等等這些 我們還有現在的 COVID-19 這些 疾病 我覺得 醫療呢 它是 除了提供 即時的這個 醫療照顧之外 醫療是提供 即時 有效的 良好醫療照顧之外 公共衛生安全 防護網 是不可缺的 是不可缺的 他透過這個 發現問題 然後呢 進而 運用法令 政策 計畫 防止問題或 控制疾病的傳播 這些就是 是個 公衛師他的 角色 好 那我跟這個 各個黨團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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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呢 相較於SARS 過後的公共衛生 法的草案呢 多年討論呢 現在其實更完備了啦 譬如說 業務範圍的 有更周圓的規劃 所以這次我提出的版本 各委員的版本 都是順利將公衛師的 業務範圍聚焦 業務範圍聚焦 所以呢 公衛師法呢 我覺得這個 他經過 這個 以後呢 經過配套的在職 如果 通過之後 經過了配套的在職 繼續教育 要確保專業品質的延續 他有公衛之後呢 這個訓 這個 教跟訓方面呢 公司部門會更 願意 這個 用公共衛生師啦 那 這個 所以呢 公共衛生師的角色 就是在 這個 整合 平台方面 可以提供我們非常 這個 有 這個 在我們的 以這次的防疫來講 過去20年的各個的 這個疫情 都有重要的功能跟角色 所以呢 我跟各位黨團 都是一樣的 我們 是 支持公衛師法 但是 如何的 在各個師之間呢 是要做的 這個 每一個 每一個的專業領域 都兼顧到 大家都應該 拿出 這個方式來 這個 討論 還有解決 所以這樣成立 就對大家 整個 防衛系統 是有意義的 謝謝 好 謝謝 張委員 這麼精闢的 發言 非常感謝 也在 那位黨 支持 公共衛生師 這樣專業的一個 發展 但是也提到說 就像我們今天的目的 聽聽大家各個專業 剛剛那個 畢武委員也有提到 大家 好好講 今天開 今天是代表我們立法院 關心這個 法案 不是說我們的 溝通 只有今天而已 隨時 我們各個團隊應該都 藉著今天這樣 有一個 大家在一起的機會 以後就繼續 我相信 衛生部各方面也會 聽聽今天大家 各個團體 他考慮的 擔心的 那我想公衛 協會這一邊 也會努力 我相信今天的會議 非常有意義 那 但是 溝通 會繼續 不斷的開始 希望 很快的 都能夠得到大家的光釋 非常感謝 那 我們再來請 陳焦華 立委 發言 請 請 來 左邊的消毒的 主席 各位先進 大家 早 好 我今天有登記八個委員會 所以等一下要趕場 所以很抱歉 就是臨時又插進來 那沒有時間來聽大家的那個寶貴意見 不過我想大家的意見 我這兩個月來也都很清楚 那時代力量一定是支持公衛施法 這個法的那個立法 我個人呢 在 江南藥理大學任教三十年 那我 我自己也是藥師 那在學校的時候 擔任藥師的時候 那時候 大家也是對藥師這個行業 沒有前景 沒有藥分業 也都是非常的 就是 驚慌 就是怕 畢業之後 沒有好的就業環境 然後我在食品系 三十年 就是後來才有食品技師的這個考試 那學生呢 就有一個遵循的方向 他們知道畢業是可以準備考食品技師 那營養師也是一樣 那在這幾個 我自己 所碰到的這種 國家考試或者是就業環境 這些 我們幫孩子們 建立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法令 讓孩子們在就學的時候 就有一個希望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也不懂為什麼 公衛這麼重要的一個 學系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呢 在過去這多年來 是沒有幫孩子們 建立這樣的一個 一個法規制度 讓他們畢業之後 能夠去做這樣的準備考試 有一個證照 那國家證照是很重要的 雖然在科技大學有非常多的這個證照考試 但是我們知道 如果政府所舉辦的考試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還是再次強調 就是我們有 藥師 食品技師 營養師 復健師 醫檢師 醫師 牙醫師 護理師 等等 我們都有專業的這個國家考試制度 但是到目前我們看到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 我們需要有專業的工業領域的這些人士 這些專業人士來幫我們去做疫情的這個宣導 譬如說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很多社區其實很多人他們不知道為什麼在近距離要戴口罩 然後在家裡怎麼做防疫 所以公衛師是我們因應武漢肺炎疫情 我們需要有這樣專業的人士能夠進入各個政府的體系 或者是大的工廠 我們看到台積電的員工也中標了 我們看到學校也有學生因為不敢講 所以他們也沒有去自主隔離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就是我們的宣導不夠 代表我們整個政府宣導不夠 我們再看下面 所以我不只希望我們工衛的這些專業的未來的工業師 可以協助做疫情的這個宣導 我也希望未來很專業的流行病學調查 很專業的工衛的宣導 社區防疫工作都能夠透過這個立法 讓更多專業人士能夠進入社區去做好防疫工作 好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陳委員 聽辟的那個 誰比較花言啦 我們心打 非常辛苦 來表達我們實力的一個支持跟關懷 那個 我相信藉著大家的關懷應該會把事情做得更好 那麼 那個 大概提到一些 可能看後面 有辦法回 對 不一定是衛生部而已啦 看其他的 因為有些考試啦 各方面啦 這個也都是 也都是要去研議看怎麼樣來處理 這個大概也不一定要在今天 有辦法回答 但是可以帶回去 你們貴單位去好好研議一下 能讓事情做得更好 那 我們就開始進行下面 再繼續進行下面的一個發言 接下來我們請 台灣再載醫療學會秘書 我們的楊聖安 請 請 主席 那助衛立委 然後 那個 次長 還有市長 還有各位先令大家好 我是呢 在台醫療學會秘書 楊聖安 那 本理事長余醫師 因為他臨時在杜蘭鎮所 有急事所以 在台東 所以無法過來 那在此特別跟主席這邊質疑 那首先 本會 非常支持公衛法的修法 還有立法的動作 那我們其實知道2020年台灣 2026年 台灣即將進入超高年社會 也就是65歲的老人家 即將邁入人口數20% 那因此其實在這狀況之下 其實未來的醫療體系跟長照體系 然後甚至現在我們疫情的狀況之下 還有我們感染者的防護士現場 其實非常需要一個角色 這個角色叫個案管理 那個案管理的角色 這麼吃重的狀況之下 我們其實本會滿希望的是 有公衛師的出現 在這法制化出現 對於這個食物跟研究而言 個案管理都是相當重要的角色 那我們希望這個角色 我們可以多數讓公衛師來做負責 來主席動作 那在這負責之前 其實我們發現 在所謂的大型的醫院或是診療程所等等 我們個案管理的工作 其實大部分交由護理師等醫事人員來負責 那部分是由社公司跟公衛背景的人來擔任 我們是希望通過修法的或是立法的動作 我們希望未來的個案管理的業務 有一定的比例可以讓公衛師來負責 這個對於公衛師來說也是相對有重要性 而且專責性的部分 那我們相信透過這樣方式 可以讓這個體系更完備更健全 那我們一直都認為說 我們希望公衛師在這未來的體系裡面 個案管理成為大家合作的一個共同語言 而不會有排胎性的狀況 另外一部分其實很多先進都有提到 就公衛師的資格認定 有很多的想法跟做法 我們就資格認定的態度來說 我們希望其實可以更多人來投入這個部分 有幫助前面剛剛講的建構者的健全體系 那我們其實思考是說 除了考試資格的任用之外 我們是否能考量學士後的進修 是否能成為資格認定的路徑之一 這個我們就是作為學會來說 做個砲磚讓大家作為參考這樣子 最後我們還是很希望 現代醫療除了專業分工之外 另外就是就跨專業的合作的部分 不管在診療跟管理 是我們未來在修訪上 在立訪上所有的共識 感謝各位 這是以上我們協會的看法 謝謝 謝謝我們在載協會 多年來在從事在宅的醫療裡面 他們發現有一些可以在補強的地方 我想這個部分過去也都是由 護理跟社工承擔得滿多的 那這個部分未來怎麼樣來 處理的更好 也許可能護理跟社工這個部分 也可以跟未來的公衛師這個部分來看看 怎麼樣來合作 來分工 我想在學會跟我們台北市衛生機 也非常合作 在推很多在宅的工作 做得非常的傑出 在這個部分裡面 也非常的有經驗跟想法 非常感謝 好我們接下來繼續 我們請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曾常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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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常淺教授請 好 那個主席邱太寅委員還有在座的委員還有衛福部的這個長官喔 今天很高興代表台大公共衛生學院 也是亞洲唯一一個被美國公共衛生學院認證的學院 也是剛剛蔡碧委員講 就是台灣第一所這個公衛系成立的學院 那也在全國的各個公衛相關的學院 我們大概多多少少都有台大公衛的畢業生 在我們的衛福部裡面更是有不少我們的畢業生 那各醫療院所裡面 我們也有很多醫師 護理師 來受過我們這個學院的教育 然後得到各種不同的學位 還有更多我們的公衛的畢業生是經過高普考進入政府部門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在其他醫院裡面就比較少有這樣的很明確的位置給他們做 雖然他們已經做二三十年了 所以誠如大家講說這個的重要性在有一個就是說 很多國家來學習台灣怎麼創的大學部的公衛系 所以美國最近二十年來的公衛系的這個蓬勃的發展 我在美國是講話是滿有風的啦 我們是很有經驗很有眼見就設了這個公衛系 那特別是歐巴馬care之後呢 美國對公衛系在這個剛剛講的那個在家醫療協會 講的這些複雜的醫療保險 然後對病人的叫做他們叫做導護制度 navigator上 各政府都要聘這些人去處理 所以常常你會碰到新生的事物就會有一些事情 那剛剛講到職場 我的好幾個學生都在台積電 那SARS的時候我就那個台積電就請我幫忙 然後這一次其實也有跟他們一些互動 那他們其實沒有跟當廠醫或是廠戶有重疊啦 他們就是要做很多工廠的防疫的規劃 所以他都有一點角色 那看工廠的大小規模 所以今天大家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專業大家都肯定很 我聽到現在大家都肯定公共衛生是個專業 我覺得這個是蠻蠻高興的 大家也肯定公共衛生司法的成立 那只是說內容一些微調 所以我們覺得很高興喔 那所以他就不專屬嘛 也就是說有各種背景的人 那包括公共衛生學系的 或是研究所的畢業生 以後在這一個專業上都會有一個角色 那醫師、護理師或是我們醫師相關的 他如果有得到公共衛生的一些核心能力 那美國很強調核心能力 那大概我們可以說最精簡到18學分 可以有一些核心能力的規劃 把在你有專屬的學位之後 好好來我們五大核心裡面 那你沒有辦法進入學校的 我們也可以透過再教育的方式 或是開學分班的方式 或是遠距教學 這美國也一直都有這樣在做 所以我想這個事情 我們那個剛剛那個 我們一開始那個 尼院長所代表的 醫學院的教育裡面 本來就有很多公共衛生 那我們怎麼樣去整合 這是公衛學院很願意辦的角色 好 那一個就是混合聘啦 也就是說專業不專屬也不專聘 那有一些必須要專聘 大家也同意 成立一個很清楚有一個地方角色 那有一些地方要混合聘 那這個可能要讓每一個地方的公司部門 他去做一些決定 因為業務很不一樣 所以這是我們如果從現在往回去看說 人類史上到這裡的公共衛生的業務 那最後我要講就是這個COVID-19以後 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關心這個疫情到今天為止的想法 就是說這個病是長遠的 不可能像SARS那麼快 所以我們現在的思考 在思考公衛師一樣 大家在想說以後會有密集的 來協商哪些業務的時候 把過去的事情要解決 可是未來有不可知的 我們一定要留一個空間說 這個部分是公衛師或是其他各個師 也要回去檢討 你的業務範圍都不會像過去一樣 這個是我講的 就是說這個病是 可能是人類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個敵人是這個病毒 那我們在國際上 在國內都有很多不一樣的互動 那大家都知道團結的重要 所以公衛師進來就是跟大家團結 我們不是說來進來說搶大家什麼東西 我們可不可以透過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不會回到過去 我們不會回到正常 我們會創造一個新的正常 那個新的正常都影響各個行業 所以英文上就是說 Create the new normal 我們不會back to normal 所以我也希望說政府部門再開始思考說 這個一年半載以後 這個社會變了 因為我們沒有看過 我們自己都沒有經歷過 很多人沒有經歷過世界大戰 那現在就是在大戰的過程 所以在這樣的心情裡面 我希望我們公衛師的加入 跟現在所有的團隊一起團結 那在這個立法院這個努力之下 讓我們國家能夠真的在公共衛生的歷史上 創造一個這個令人驕傲的一個立法 謝謝 我想感謝張教授用他宏觀的態度 國際視野的角度 以及關懷人民本土 思維國際化 行動本土化 策略國家化這樣的一個方式 給我們支援一個很好的方針 我想期望我們很多 怎麼樣創造一個新的一個境界 那這也是我一直在立法院保持的態度 那個因為各個大家一直在發展當中 怎麼樣創造新的領域 而不是誰干戈誰這樣子 我是大家共同創造新的領域 那這個就是在任何一個類似的法 都會發生的問題 都要繳盡腦汁都會非常累的 因為從過去幾屆在處理相關法案的事情的經驗 真的都要花很多的心血 但是因為我們的特色是我們在做的都是一家人 都共同在照顧人民的健康 所以我們比較 但是我們又是領導者 所以並且要用我們高智慧來處理這件事情 我相信衛生部也會很幫忙 好我們再度感謝詹教授對國家的貢獻 以及長期幫忙很多社會相關重要的議題的指導 非常感謝 好接下來我們再繼續 請我們台灣家庭醫學會 先是會召集人王山朗醫師 王醫師 王醫師 請 請 左邊 左邊 右邊應該沒賣風了吧 有一支 有一支 那個是用過的 好 沒有 來 來 主席 邱教授還有各位先進 薛市長蔡立委 各位 先生各位 你示大家平安 我代表台灣家庭醫學會來表達這個立法他們的一些意見 醫學系的教學內容 還有醫師的工作內容 都有社區醫學的課程與任務 我們從事的是全人全家全社區的醫療照顧 所以公衛師的業務 一定不要影響原來醫師的專業工作 這一點才不會產生摩擦 第二點就是公衛師考試的資格 應該要有醫學的相關科技都可以參與考試 不要極限在少部分 這樣才會廣納人才 以上是2點我們家庭醫學會的意見 至於現在的武漢會員 我想新興疾病 我個人覺得現在的科技 只要疫苗出現 要出來應該是可以克服 不過它很狡詐會變來變去 就靠我們科技的即時的進步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謝謝家庭醫學會 家庭醫學會其實是實踐 我們20人來的醫學教育裡面 從台大醫學院 還有配合台大公衛學院的指導 一直在做全人全家前社區 照顧的方向的落實者 那家庭醫學也是基層醫療很重要的核心理念 所以在這次的防疫當中 總司工會前人秘書長 主要是秘書長 來 秘書長請 好 謝謝 好 主席委員 那各位長官 那各位專家學者 大家好 那我以為我是壓軸 那現在不是了 那僅代表這個營養師工會 全國聯合會 那也來支持這個 也預祝公共衛生司法 能夠順利的通過 那我們也是擔心 就是業務範疇 業務範圍重疊的問題 那過去營養師80% 都在醫院照顧 病人的這個疾病營養 跟膳食供應 那這二到三年來 這個全國22縣市的 社區營養推廣中心 陸續的成立 也招募了一群社區營養師 開始深入社區 那也針對社區長者的 一個健康促進 跟延緩失能的部分 也很多用力 那也針對這個長者 我們做了一些評估 跟分析健康營養問題 也發展了這個社區營養教育的方案 那也輔導社區這個餐飲業者 或是這個共餐據點 來提供高齡飲食健康的 高齡友善的健康飲食 那去年也更為 這個一些照顧偏遠地區的長者 來做均衡營養 跟帶領社區的 這個營造健康飲食的一個文化 生活文化 我們很開心的聽到 這個陳保中理事長提出 專業不專屬的概念 這是非常重要 那我想那個理事長保證說 公衛師是會針對群體健康 不會針對個人健康 所以陳曼拜託 不要侵犯我們營養師的業務 例如個別的營養諮詢 跟營養評估的問題 那也過去各區 像以台北市為例 各區的健康服務中心 都要正式邊缺營養師直缺 我們都爭取了很久 每次社區營養中心 要用營養師的活動 都到我們醫院去拜託我們 我們就出來 那這麼多年了 我們難得有社區營養師 已經大批的投入了 請不要 把我們社區營養師又吃掉了 又讓我們消失了 那我知道公衛師在疫情來的時候 會很忙 太平的時候 不要來搶我們的飯碗 好 謝謝 我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 謝謝我們周密室長 很直接的訴求 沒關係 我覺得我們在這邊 都會把它處理的 往上 往外爭取更大的江山 來照顧好更多的病人 因為 等一下 但是我現在只有兩位 我想他們很快就可以講過去 所以 你事要怎麼走 沒關係 你要說幾分鐘 我在30分鐘 30分鐘給你說 沒有 我想那個 11點30 等現在還有兩位登記 謝孝佳理事 社區醫院協會理事 來 請請 我們現在盡量簡短一點 沒有 主席還有在座的 吳魯國長官 早安 那我簡短的 跟各位分享一下 還有統籌一下今天 各協會還有各單位 我們今天的想法 那 代表社區醫院協會 我是很贊成這個 那個公衛師的 這個 license 去考過 但是 再分析一下我們剛才所談的 公衛師他站 我們這整個的角色 他是站在哪裡 在 我個人的 看的方法下 他是在 層上旗下的角色 層上是什麼 公共政策 在整個宏觀面 下是 醫院 他這一個基礎面 還有事務面 所謂的醫管師 那 公共政策 公共衛生 他這個公共衛生 來自應該是 Pubic Health 是從美國這個 名詞過來的 那何謂公共 公共他的 Pubic的一個解釋 可以是 公共公眾公開公有 國有國立 那 Health 不包括 包括健康還有衛生 那所以他這本身 他這個角色就是 跨領域 跨專業 那 剛才有很多 那個 各協會的代表 就是說 怕搶到他的範疇 那其實 我覺得這個 我們把它給定義在這個 中階這個層級上面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去 有 跨 你的範疇 這個問題出來 那像在基礎面上 公共政策 最怕就是說 公共衛生 最怕就是在公共政策上 他沒有實務經驗 那時候再去做 所謂的 呃 判斷啊 策略分析 還有環境應用 好 那還有在領導 還有在思考 這個怎麼去做應變 那 我個人在這邊想要提倡就是說 呃 在整個 社區醫院的水平上面的 跨水平的溝通 就留給 所謂的 醫管 他們 醫管師啊 醫管系畢業的 這一些同仁來去做 溝通 這包含在護理啊 醫療啊 衛教啊 還有所謂的營養 還有社區各管師 這是讓醫院裡面 這個層級 去做溝通 好 那 中的這個層級 又拉起來 到給公衛師 好 公衛師他包含的 就是可以有不同的機構 包括 呃 長照機構啊 醫療機構啊 老福機構 齁 還有各個的一個 社會福利機構齁 齁 這個都是 屬於 公衛師的範圍 那 層上的話 就如同現在在做我們在 擬定的這個公共政策齁齁 齁 國際社會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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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上面是 整個面向 再去看這個點線面 好 那所以點 我會再到一個地方 就是屬於 像是醫療機構 這是一個點 喔 面向的方面 好 呃 線這個連接點跟協調 是屬於 公共衛生 那個公共衛生師 好 他要去做的事情 好 那面的話就是公共政策 如果把這個 點線面 很清楚的切開的話 我們就不會有一個混濁點 那在這個 可以考取這個 私級的話 我建議的是在 公共政策 學院畢業 或是在所謂的 醫管師 他有做這個醫管的教育訓練 之後 他也同樣能夠考取這個資格 那 不用 也可以包含說所有的 各醫師類別 因為他 這個他是 回到剛才我初期剛剛講的 這句就是說 他是一個跨專業礦領域的協調 好 醫生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蠻創新的想法 有把 醫管 界定在社區醫院級的重要性 不過 醫管現在也在大醫院也是非常重要 我們長庚醫院的協調 醫管你那個嘛 所以那個 都很好的意見 我們大家都來思考 登記發言最後的就是我們的醫師公會前國人會會的副理事長趙健醫師 來請 主席 各位長官 各位老師 各位專家 我一分鐘就好了 因為 大概大家都講完了 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公共衛生非常重要 它的專業也非常重要 世界衛生組織都講得非常重要 都講過了 我們看下一張 好 但公共衛生的發展有很多困境 大家剛剛都講過了 沒有一個專業執照 其實數月都有專攻的 文道也有先後 以後 下一張 好 再來 最 蠻重要的 就是說 治國無常 為治 為法 你沒有法律的話 你走不通 那這個法律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非常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我要講出來 我現在就講當一個吹哨者的角色 我們看看醫藥分業 它難道不是最大的這個問題嗎 還有很多當時念藥的 後來當了醫生 那可是呢 他在這個藥調劑的費用上 又受到排擠 受到打壓 所以說 要非常的重要 非常小心 下一張 好 最後 我相信 公共衛生師加入之後 能夠讓我們照顧病人 照顧我們國民的健康 是更重要的 就像這張圖一樣 就少了這個角色 是不行的 但是 我一定要再講 再提醒大家 公共衛生師到底是屬於 什麼什麼人員 他是醫師人員嗎 還是不是 他是不是要加入我們醫師人員 但是他加入我們醫師人員的話 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學 那個 這個教學是不是要重新思考 以上是小弟一些擔憂 向各位報告 以上謝謝 非常謝謝趙醫師提出來的一個宏觀的看法 我想這個都是大家會可以再來思考 一定可以來解決共識的 那因為 那個 薛市長 重要的事情 但是他一定要回 一定要請他回應一下 看我們下一步怎麼樣來努力 是不是我們 麻煩那個 接下來我們就讓那個 因為 我想也發言不完 所以大家 我想有很多意見都沒關係 我們都還有 以後在相關的地方都要很多 討論 如果有必要 我們都可以來看另外的專家 各方面 做談會都可以 那 大概也沒時間開這樣 這麼正式的公聽會 因為這是 耗費立法院的很重要的資源 表示我們 對這個法的一個負責任 但是未來的 各種討論 我們都可以來討論 那我們接下來 請那個行政機關 做整體的回應 先請 衛福部薛市長回應 請 謝謝主席 給我這一個機會 來做一些回應 我大概 就是對於我們整體性的問題 先做這個回應 如果不要有細節性的 包括這個法案的內容 我會請實施長 因為等一下要去行政院開會 所以我必須要先離開 在這邊也跟各位抱歉 那首先 就是 事實上我在立法院講話都是這樣 所以不是沒有精神 都是很溫和的 那我要講的是 公共衛生司法 過去推動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疑慮 其實主要是兩點 第一點是對於公共衛生這件事情 到底他會屬於說 這一個領域裡面所有的專業人員 他的一個算是博雅教育 還是說他是一個專業教育 我想這個在過去也有不同的想法 就是什麼大家都應該就要學公共衛生 還是說他是一個專業 那現在到現在我們要立法了 大概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因為我們認為說他的確是一個專業 博雅教育有他的一部分可能是 但是他應該是一個專業 第二個 為什麼不容易推就是 過去這些公共衛生的業務 大家都在做 好像就是說 為什麼一定要有一群特別的人來做 才叫做公共衛生司 其他的 不就都已經在做了嗎 那這個部分的話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 談到說專業不專屬為什麼要這樣做設計 那我舉我個人的經歷裡面的兩個例子 來跟各位做說明 因為這樣可能會更具體化一點 第一個 我在回到衛福部之前 我是在屏東縣衛生局當局長 當時我們底下的衛生所 尤其是原鄉的某位主任跟我講一件事情 他說我們這裡 這一個通風的特別多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提供一個篩檢 他跟我講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說你家你們這個鄉 原鄉裡面通風的特別多 我就問他說 是原住民的通風特別多 還是住在這邊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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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風特別多 有一個概念在 但是你要讓他去回答這些特別的問題 因為這個就是所謂的一個社區診斷 在你這一個社區裡面 你要去診斷到底這一個社區裡面 這種疾病盛行率到底是多高 要去做這個 然後你要去做一個預防的方案出來 或者處理的方案出來 到這裡他就卡住了 那他可以派他的公衛護士 去做這方面的調查 但是要怎麼樣調查 做什麼樣調查 做問卷 還是做健保資料庫的分析 他不知道 所以在這裡的話 就是我們發現 我們過去的體系裡面 的確都有公衛的人才 但是好像缺了一塊 就是這一塊 但是在另外一個也是原箱 這一個主任他就很厲害 他說我們這個箱裡面 喝酒的有多少 其中原住民的大概是多少 非原住民的大概是多少 就是這個酗酒 或者是說社交性的喝酒 各種不同 他交由他的公共衛生的護士 都做到低端護士 都做了一些普遍的調查 所以他就提出一個方案出來 他就完全是qualified 的一個 如果我們說公共衛生師 他是一個qualified 所以過去有很多 事實上他是很好的 公共衛生的人才 但是有一些 他其實沒有受過這個訓練 他不知道要怎麼樣做 他只知道有問題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對於社區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他是 這個專業人員是需要的 因為他就可以協助來補足這一塊 那第二個例子我要舉的是 我過去在醫院裡面 服務的時候 的一個經驗 在醫院裡面 我要求我們的一個社區的部門 還有醫療品質的部門做一件事情 你要從醫院裡面的病人去做分析 到底我們的病人 在這個我們所在的那個市 他的疾病的狀態是什麼樣子 要去做這些data的分析 然後再去勾 這個公部門裡面的一些資料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在我們這一個所在的這個社區裡面 大概是在一百萬人口 這個算是在都會區 這一百萬人口裡面 可能疾病的類型是什麼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就是我要去做外展線的服務的話 我要派什麼樣人去 因為我們那個醫院是當時是剛成立的 所以推展 就是說業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 我們就用公共衛生的方法 去做業務的推展 所以我知道 在我們社區裡面 我要去接觸這些林里長 或是什麼 我需要提供什麼 比方說要做一個 不是譯診 就是說社區的一些諮詢服務等等 我需要派什麼樣的專科的醫師過去 才是最適當的 然後讓社區的這些里民就知道說 我們這裡只有白白桌 所以我們需要這種的諮詢 那這個你要教他做醫院管理 好像也不太是 但是事實上他就是在一個場域裡面 利用公共衛生的方法來做一個調查 那我現在要回到說我們現在的 這是剛剛提到的 其實是一種社區診斷 也就是在平日 那在疫情發生的時候 那我們的公共衛生室可能可以做什麼 大家可能都有一些想像 那這個想像不知道能不能執行 那簡單來講 我也曾經跟學會的前輩們討論過 其實在疫情發生的時候 尤其是有社區群聚發生的時候 公共衛生室可以做什麼 那理事長 一個是疫調 一個就是社區防衛 你要做這些計畫 那這時候的疫調 也許就不像我們現在 沒有個案去追溯他的接觸史 還是什麼 而是調查說 這個社區裡面危險的地方在哪裡 安全的地方在哪裡 你要提供給這個社區的民眾知道 然後可能就是要去做 怎麼樣去做 這個生活習慣的一些調整 來防備這個疫情 進一步在這個社區裡面擴散 那這個很抽象 所以我也跟學會提到過說 也許在最近我們就要先做好整備 萬一如果真的出現了社區群聚的時候 我們就動員 由衛部來增調人力 做一個計畫 增調我們公共衛生的人力 那這個時候大家 讓社會大眾能夠看得到 真正如果是有了公共衛生師 他到底在做什麼 那我們也許社會就可以認知到 這件事情除了他們來做的話 其他我們的醫護人員 不一定需要去做 因為在那種情形的時候 醫護人員一個最重要的責任 就是要在醫院裡面保住 這些重症的病人 是有人照顧的 其他的病人不會受到收治這種病人 而受到感染 這個很多事情是在醫院裡面要保住 可能那個時候已經沒有餘力再跑到社區裡面去做工作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也許在最近 我們當然不希望它會發生啦 但是一旦發生 這就是我們的超前部署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可以 就是說大家做好整備 萬一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就找理事長 我們不如把人增掉進來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好 做這一個工作 讓社會看得見 就是說我們公共衛生在做什麼 那綜合這樣子的話 也許大家就能夠比較具體的去明解說 到底公共衛生師要做什麼 那為什麼要跟其他的醫護人員 他的核心的業務 為什麼會有區隔 也許這樣子大家就比較明瞭 那但是我們是專業不專屬 所以剛剛講的這些工作 其實我們的醫護人員 也就是說我們的醫療體系等等 有能力去做的都可以來做 都可以來做 但是這中間的話就包括說 在整個社區裡面的診斷 不管是疫情或者是平日 這診斷 然後要做出一個預防的方案 我以我剛剛提到的通風的例子來講 飲食就是可能需要對於民眾去做衛教 這部分的話要做衛教的內容 一定是找營養師 要怎麼樣去執行 這跟營養師再去做分工 要看人力是什麼樣 那公共衛生師絕對不是說 做完方案就 就丟出一支水 把營養師給別人去做 他還是仍然自己要去執行 有一些事情他必須要繼續去執行的 那也許這是用個案管理的方式來執行也有可能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來執行也有可能 但是這執行的結果 同時就是要蒐集他的這個方案 所做出來的方案 他的成效是什麼樣子 回過頭來才能夠再重新再檢討他這個計畫 所以這整體來講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公共衛生師到底要做什麼 我想說也許這一次會讓我們有機會去practice 去看一下實際上的運作會是什麼 那大家會比較清楚 那這樣子也可以解除大家的疑慮 就會不會踩到我專業的這個紅線 我看是不會啦 不過這是大家來做下去的話 也許就知道了 那我先基本上做這樣子的一個說明 那其他的部分有關於法案的部分的話 如果有需要我請石市長來回答 謝謝 好我們也非常謝謝 薛市長的一個整體性的回答 我想未來很多細節可以再討論 那那個因為我也當過衛生所主任 我有當過很多領導很多團隊去做各社區 各縣市的社區健康診斷 所以大概市長所講的事情我頗有感觸 那大家也是未來 以前都是大家一起在做 那未來怎麼樣共同繼續在做 那當然我們很希望共同公司 他的專業真的有一個能夠徵兆來處理 這個也是應該是大家共識的方向 那怎麼樣大家一起來努力 在很和諧很共識共同共創未來 那因為我覺得今天就不要再談細節的事了 那個所以可能市長就 沒有那個啦 市長的那個 還是你要說什麼 先那個市長這樣拋開 我們再來思考這樣就好了 怎麼有需要我們再來討論 我們先謝謝市長一個辛苦 拍包一下 不過我還是請市長看看有沒有要講一下 我們就結束好不好 因為其他單位不回應嘛 要不要 沒有 市長說了我們就 今天大家疼嘛 飯堂 大家再吃個飯堂 來請 謝謝邱招偉 招開今天的公聽會 還有與會的各位先進 那麼 您聽了各位的意見之後 大概再次的 因為這個行政院版本還沒有送到立法院 不過以目前的草案中 那麼大家比較關切的就是 彼此之間各類人員之間的這個職業範疇的重疊的部分如何處理 那第二個呢是到底公共衛生師的定位是屬於醫事人員或者不是醫事人員 那麼就目前的草案的規劃呢 那麼不定位為醫事人員 理由是呢 因為醫事人員主要就是以醫事機構為職業地點為主 那麼以多數都是醫療機構 但是公共衛生師不是以醫療機構為主要的職業地點 所以不定位為醫事人員 但是未來的這個地方管理上那當然他有相關的職業登記的要求的時候 仍然是回到這個衛生局來做職業的登記 那第二個呢在業務的範疇上呢 是把它定位在社區與場域 就是跟前面的邏輯是一致的 那主要是以社區與場域的環境健康風險 那麼還有這個疫病的調查防治 還有這個社區的民眾的健康調查啦 還有健康的促進方案的這些規劃 另外一個就是社區與場域的食品安全風險的調查 還有品質管理等方案 那大概是以這樣的業務範疇 那以這樣的業務範疇下 那麼跟其餘的各類醫事人員 我們也特別提到這些業務呢 那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都不受本法規定的限制 第一個就是已經依法 不論是醫事人員或其他專門職業技術人員 都依照他的業務執行 所以不受本法的限制 那麼第二個呢 政府機關自行或委託或補助執行的計畫 也不受這一些的限制 這是政府行使公權力 那第三個是學校機構法人或團體 是以研究計畫執行的時候 那麼也不受這個本法的限制 最後一個是因應這個軍事活動的必要 所以軍事機關及所屬醫療機構 涉及國防安全事務 他也會有相關的公共衛生 那麼也不受本法的限制 所以在這個職業範疇跟其他的醫事人員 或相關專門職業技術人員之間 那麼有重疊的部分會用這樣很明確的 那麼來做一個規範 所以請大家來指教 好 那當然在這個法規上呢 跟其餘我們過去的醫事人員 比較不同的地方 當然就是職業排他性 那麼採取的是叫做有限排他 所謂的有限排他就是說 那麼沒有取得公共衛生師資格的 就不能稱為公共衛生師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有限的排他性 各類其他醫事人員不見得要取得公共衛生師 仍然可以執行他本來的業務範圍 當然如果要稱為公共衛生師 就必須要取得公共衛生師的資格 那麼所以就會有大家 在剛剛有討論到的應考資格 到底有哪一些人員可以來考試 那以目前的草案裡頭是 公共衛生學系跟相關的 公共衛生相關的學系所組 學位學程 所以都會包含在裡面 所以如果未來有這個 類似像這個學分班的開設 那麼其他的這個醫學院的 其他科系 那麼完成相關的學分 完成這個學位學程等等 也具備有應考的資格 那至於另外最後一個就是 有沒有這個 辦理特考的必要性 那麼以辦理特考的必要性而言呢 就過去我們在新的一類醫事人員 那麼立法的時候的特考的考量 主要是考量要保障既有從業人員 那意思就是說新的一類立法 如果具有排他性的時候 要去保障既有的從業人員 所以需要辦理 以他過去的執行業務經歷來取得 考試資格 所以這個是我們過去 辦理特考的時候主要是考慮到這樣 那這個本法 公共衛生司法 因為它沒有 所謂的排他性的問題 所以原則上 那麼在草案上並沒有 遇你說要辦理這個特考 那麼再加上 加上執行公共衛生業務的認定 那麼應考資格的認定上 也確有它的困難 在我們之前 這個最近一次辦的特考 就是燕光人員法 這個是我們劉委員 劉建國委員全力促成的 但是也造成我們很大業務負擔 因為他的特考 那個人員的資格如何取得 我猜一下要翻過 兩萬多人應考資格 不過總算也順利度過 因為在那個特考的時候 是根據他過去的從業經驗來考試 那怎麼去認定這個從業經驗 那麼也有它的難度 所以基於業務上沒有排他性 跟這個 對於既有從業人員 沒有什麼限制的情況之下 在特考的部分 我們是傾向不辦理 不過我們最後還是會尊重 委員會最後的審查結果 那以上說簡短的說明 謝謝 謝謝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敬愛的劉委長 所以請司長特別來講 我回應一下 可能司長也要注意到 從第六屆提出來到現在 裡面的內容到底是怎麼樣的有變化 譬如說在第六屆提出來的裡面 他應考資格就包括比較醫療的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們醫學院的教育 醫學院是上醫國中醫醫人下醫病 那對也有很多PEY的一個那個 那將來如果在業務在考試的資格方面這個可能要去注意一下 特別告訴我這樣會影響一些系的教學目標跟內容 也不只一些系我想醫師相關的那邊恐怕又有阻力這樣子 會 就是說會 不見得是好事情 跟我們現在公共衛生界 他們 所起始使用 訴求可能就 如果不是在這個地方 他正要是專業的一個發揮 不要為了 還有今天的很多業務的一個大家出來的一個事情 就是要你們要去解決 而不是用一個 那今天如果你們要去處理去思考去改善 我們今天開公天會就比較沒意思了 就是希望大家跟這個法案相關的人 包括我們所有的立委 相關心的立委都應該去再去思考一下 怎麼樣來把這個法案弄得更順利更好 包括我也希望衛福部能夠再去把今天的意見大概再整理思考一下 也許我們可以再做進一步的交通 好最後我們再邀請我們劉建國委員來發言請 劉建國委員發言我們今天大概就結束 一定要聽到你的話 他從一定趕過來非常的辛苦 謝謝主持人 好謝謝主持人 我們這個悲田敏人的邱昭偉 還有我們的各位學界的專家 各位學界的代表 我們院長 理事長還有各位團體的代表 還有我們公部門的我們實事長等各位官員代表 應該這麼講 就內容細節我就不再贅述啦 那一天一個誇黨派 瓜委員會的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表達對這個公衛司法推動的這樣的一個決心 那我想這個方向應該是非常明確的 那又曾如實事長所講的 當時推動這個燕光聶華 造成公部門很大的這樣的一個挑戰 但是也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挑戰 我相信燕光聶華通過之後 公部門包含是司長等啦 都受到很多燕光人員 還有這些燕光系畢業的學生 還有教育界的很多好朋友 都這樣的一個肯定 然後也確實營造整個整體這樣的一個 這個國人的勢力保健的環境是往上在提升 那我必須要講說 立法基本上很多聽過的這種 尤其要類似這種專職的法的過程裡面 都已經是有相關的一些歷史的背景了 不是從第幾屆 不然就是從20、30年前 一直到現在燕光雷華也不妨多讓 不過我們看到人家別的國家 都已經立法完成 甚至於在執行過程裡面在做相關的一些修正 那看到台灣這麼樣的一個 不管在醫療 不管在公共衛生領域 都這麼樣的專業先進 我們怎麼沒有一個專屬的這樣的一個法律 來保障提升這些公衛師的相關的一些人員 我們會覺得有一點汗嚴啦 所以燕光雷華的推動 應該很多事情可以接近來看待 這個公衛法的整個推動 那方向隊當然就是來討論這個內容啦方法啦 我必須要這麼講 就是說立法還是有立法上的一些技術問題啦 這技術應該是 市政長還有很多的官員都非常有經驗 到時候就是院本的版本出來 那當然還有很多委員會 很多委員他也會提出相關的版本 那大家在具體的討論過程裡面 可能很多面向或是盲點或是怎麼樣的一個溝通協調 應該會讓這個法會更爭完備啦齁 然後讓台灣的整體的這樣一個公共衛生參與 可以投入我們很多國家需要來透過這些公衛生來達到這樣的一個提升的一個未來這個環境 我相信是大家指日可待啦齁 我們會努力不懈的來好好把這些法律定得好 然後也讓這個未來公部門在執行過程裡面 可以更加的順利的齁 不會讓你們還是讓 有一點 你給我抱怨 你給我記憶 好啦 我說話好了 其他內容論應該大家都有標示過 就不再贅述啦 完全就是方向對路 快來走這樣而已 趕緊進入到實質的討論 我想這是最實際的一個行動 好 謝謝大家 大家辛苦 謝謝 好 我們謝謝劉政國務員 這麼宏觀的一個 還有這麼周全的思考 這次講的很有技巧 很有一個方向 我覺得我們真真不用客氣 今天的問題大家出來再討論 因為要進入實質的討論以前 也要前面不管是衛福部行政院這邊的看法 我們都要去溝通 我相信今天講的這不會太困難 應該都可以解決 所以我是充滿了信心啦 我也相信 但是我是拜託大家消極的事情就好了 說這個法定下 10年20年後 我們要子子孫孫的年輕人 會受到這個法的怎麼影響 我希望都是正面的 這是在專業方面 另外人民的健康照顧 大概因為在資源有限裡面 怎麼去協調 怎麼分配 不要我們定下法 拜我們的子子孫孫都要去修台 我這樣說得不好意思 我現在都承受醫藥兩個症子的那種痛苦 那整個花我們整個醫療團隊非常大的時間 非常非常大的時間 以前就是同根生 同在醫學院大家一起念 男女朋友都是大家在一起互動成長 那我今天能夠有這麼一天 也是很多人指導 那男女女的朋友一起指導 所以真的是一家人 但是我覺得我呼籲還是要去思考 我希望這個法社的以後 我們10年20年以後 後面的也是感謝我們的 我想只是想這句話而已 後面的資助身分 不管哪一個系相關的 是感謝我們 國家也堅定我們 我想大家用這個來努力 感謝我們劉政國人特別看來 但是永遠我們是 關心人民健康最好的夥伴 好 來 沒關係 怎麼在說 對 說我來 比較會給大家 對 對 這齁 這 這秋早的國家很親切 這英文人員你定的規定裡面 其實像我現在跟大家報告 那規定有十多 你不要看說 跟這個戲所的 不同學校 那個教授跟學生意見就不一樣了 方向都一樣 但是一旦談下去的時候 每個人的那個出發點思考的角度 又不太一樣 然後 眼鏡商業同業工會 又跟職業工會 看法又不一 然後省的工會 又會跟他們縣市的工會 又看法不一 不只這樣 還有眼科醫師 眼科醫師的學會 然後還會連動到 這個醫師全聯會 所以 所以這個 我才特別提到說 張立法也不是那麼簡單 而且眼光立法 還經過 已經討論到 準備進入二度 還被拉下來兩次 然後 戒期不連續 還搞到第八屆 沒辦法完成三度 到第九屆才完成三度 而且他也是 經過了 講了二三十年之後 才正式立法完成 所以 我要說 如果方向來對 大家共同來打拚 趕緊來 做實際的討論 這樣會比較快 一些問題都會走出來 看到什麼問題 我們就趕快迎刃來 迎刃二結 這樣應該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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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想跟大家再度來說明 這整個過程 所以我說 聽起來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 過程就是很 很複雜 很辛苦 方向對 一直來努力 我想這是 通常就是 做了以後 不要有人對我們立法修法 有什麼願 大家都快樂 都這樣 這樣做也是不錯 用這個努力來做,我相信這個社會更加美好 我們戰教授每天都教我要追求這個社會的和諧、空氣的清新、心靈的純潔 我都謹記在心,我想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因為我們最後林立法委員進來 你怎麼說一下委員,因為我們要結束了 你講完就結束了,我們已經在那邊,最後齁 特命的治療品很酷 好,我們請林立法委員,請 好,我們招委辛苦了,還有在場所有的相關監管新公益施法的各位我們的好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來最主要也是要表達一下,因為我自己本身,大家知道我是出身在教育體系 所以其實對公衛這一塊,我覺得要感謝大家 讓我們的孩子從小,就能夠有在這樣的公衛觀念裡面 像包括這一次,我覺得很多防疫的觀念 我們民眾為什麼這麼能夠健全 其實事實上都是很多是從小扎根 所以這一次呢,在整個疫情出來之後 我就也是一起都非常關心,有關公衛施法 是不是能夠在我們立法院順利的事情 那當然剛我是進來跳劉建國文後面,很後面啦 照說是從2003年到現在很久的時間 那但是終究以上一屆來說,行政院會已經過 只是還沒有送到立法院來 所以就代表說,一步一步的都在向前邁進 或說大家對於公衛施本身的定位 因為現在有很多討論啊 那但是現在的定位,其實也因為大家的這樣子討論之後 也越來越明確,也越來越明確 所以其實我們就希望,既然從2003年走到現在 那在這樣這次的疫情的關係 大家就更注意到說,原來其實公衛施還是有它的必要性 在這樣在很多國家,我們就知道 其實公衛施的執照,也不是我們創舉嘛 那既然是這樣,我們就沒有什麼不能再往前邁進一步的道理啦 所以我想這次包括各檔 那我自己的,我也提了一個版本 也提了一個版本,大概應該是下禮拜會經過程序融會 那我有看一下,我自己本身比較不一樣 是有提到像,我希望身體健康還有心理啦 就心理衛生,所以身心應該都要在 都是屬於公衛施,我們可以來做 可以來負責的範圍 那另外的話就是公衛的公衛施 他其實在長照機構裡面 我覺得公衛的管理也是很重要 那這個是我們在特別就自己的版本 有在多加入這個,我認為可以來 再讓他在現在的觀念裡面 慢慢再繼續突破的地方 那這次大家要謝謝招偉做這樣子的一個安排 那我還是認為說,因為終究公衛他本身 他像包括流行病學生物統計 衛生行政管理,環境衛生 職業醫學,社會行為科學 很多很多都是我們所關注的領域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在平常 他是可以做傳染病管制規劃 評估健康風險的管理 環境健康風險的管理 在防疫期間單做疫調 然後對流行疾病經濟風險的管控 像這些我都希望說 在這個顯點上面很難得 大家重視到的時候我們趕快來一鼓作氣 只是我覺得立委的版本之後 大家要請招偉可以督促 就行政版本可以趕快送過來 那讓今天公衛會完之後 怎麼樣子讓他能夠真的進到排審 那這才能讓這個法真的有機會 進到審議的部分 然後呢我們再來就法條 可能有些意見不一樣的細節 我是覺得可以透過法條的討論的時候 我們再做一些相關的確定 所以這就是我本身今天來 就是想要來表達 就我希望在公衛施法 我們能夠在今天的公衛會之後 有機會呢 因為既然有立委的這麼多版本 我們就可以應該可以先開始啟動 那再來行政版本是 也能夠多出他 可以趕快的送過來 那我們再可以就法條內容 再就每個立委 他可能個別的重視的地方 我們再分別的再把它 可以容納進去 可以容納進去 那所以真的要謝謝 有這個機會來做這樣的表達 謝謝 林委員 把整個立法程序再跟我們檢討一次 那我個人是覺得一直溝通很重要 因為每一關為什麼會比較慢 就是有些點在那邊 如果那些點一直大家覺得溝通 要解決 讓每一關都是沒有餘力 我們進到 我想大家都很立法委員都很清楚 只要大家都有公事的話 要討論就會很快 沒有什麼都會這樣 有的是一點點解決 但是這只是你前面有沒有 去把它溝通得非常清楚 那所以拜託大家也不用客氣 大家能面對現實 面對實際上的狀況 我們發揮智慧共創未來 好那今天的公聽會 我們感謝各位專家學者 各位委員 還有我們行政機關 那行政機關沒有發言的 我相信你們回去 應該有很多可以要做的 那現在做一下結論 依據立法院值前行使法規 行政法規定 委員會應提出公聽會報告 提交本院前提委員及出席者 公聽會報告作為審查 特定議案之參考 我們會把各位寶貴的意見 及書面資料匯編成冊 送交本院前提委員 及今天所有出席貴賓參與 今天非常感謝各位的出席 以及提供寶貴的意見 謝謝各位 再見 散會啦 散會啦 說得不對 不然我本來要說疫情大家保重 對這裡 不可以不可以 不可以 情況情況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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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那個 市長 你就是 一個但 醫事人 免不不醫事人 這個你要去那個嘛 然後那個 江青床嘛 那個業務 那個業務 科技 科技 有些的 護士 各地 都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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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